第2141章修行 以杀人的方式来掠夺魔神之力 永远是最快的手段 原本进入魔神之墓才几天 阴阳双鬼也没有积累多少魔神之力 可是即便如此 击杀他们之后 灵明的第一个图腾印记便直接圆满了 不但如此 第二个图腾印记也缓缓地生成 灵明能感觉到 这第二个图腾印记虽然看起来跟第一个图腾印记大同小异 但是想要完全显化他 需要的魔神之力却更多了 魔神之墓开启的时间很长 灵明完全可以慢慢地完成积累 并不急在一时 只是自己在魔神之墓滞留的时间 恐怕造化圣皇便要出关了 届时 人族肯定会陷入一场灾难 而对抗造化圣皇 就要看神梦的领导了 无论如何 一场艰苦的血战是不可避免了 灵明心中画过这些念头 摇摇头不去想了 这些事情原本就无法避免 自己能做的 就是尽力提高自己的实力 他要面对的敌人太多了 一个造化圣皇 一个深不可测的魂帝 甚至还有整个黑暗深渊 一个比一个强大的敌人 压在灵明的肩头 而他现在的实力 却不足以撼动其中的任何一个 可是即便如此 灵明也没有气馁 这是他的压力 但也是他的大机缘 他想要达到五道巅峰 需要这样的机缘 自古以来 绝世强者不单单要有逆天的天赋和气韵 也需要一个天地大势来成就自己 百亿年前的修罗路主人和黑暗君王 他们的大势便是深渊恶魔入侵 千亿年前的魔神 他的大势便是恶魔宇宙的大破灭 所谓实世造英雄 现在的灵明 就站在了这天地大势的浪尖上 他被推上了这个位置 如果能站稳了 他就会成为一个流传千亿年的传奇 大地茫茫 在魔神之墓中的世界 除了恶灵之外 没有丝毫生机 唯一鲜活的生命 就是同样是试炼者的其他深渊恶魔 而他们却是可能随时将你杀死的敌人 这是一个死疾而又无时无地不充满危险的世界 在这样的世界中待上几十年 几百年 甚至上千年 承受着无尽的寂寞 经历无数的厮杀 经历枯燥的修炼 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神经和坚韧的意志力 根本无法承受 彭在一片散落的恶魔海谷之中 一团绚烂的荧光暴起 像是黑夜中的焰火 消散在天地之间 随之一声惨叫响起 一个深渊恶魔狼狈地翻滚出去 身上满是血迹 灵明提着一杆骨枪 默默地向他走来 此时的他如同地狱中走出的魔鬼 伸出你的手臂 灵明声音冷漠 不容置疑 刚刚被他击飞的深渊恶魔来自于鸿蒙 他只是天尊极修为 面对灵明的压力 他几乎窒息 他根本无法抵抗灵明的气势 只得将手臂乖乖地伸出来 灵明伸出恶魔的利爪 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臂 五指用力 尖尖的指甲 直接破入了对方的皮肉 荒之法则 吞噬 灵明运转吞噬法则 将这深渊恶魔体内精纯的魔神之力 野蛮地抽走了 片刻之后 这深渊恶魔像是死狗一样趴在了地上 他全身被冷汗湿透 刚才一瞬间 他感觉自己全身血脉 似乎都要被灵明抽走了 然而他没有死 灵明也似乎无意杀他 他摆了白手说道 你可以滚了 听到灵明的话 这深渊恶魔愣了一下 几乎没有想到自己还能活下来 感觉不可思议 还不管 灵明眼中寒芒一闪 这深渊恶魔这才慌忙逃走了 灵明经过一番短暂的吐纳 将每一分魔神之力都收拢到体内 不浪费兵点 而这时候 他睁开眼睛 缓缓地转身 看向虚空中的某楚 淡淡地道 既然来了 就出来吧 虚空一阵沉寂 突然想起了爽朗的笑声 哈哈哈哈 第九长老还真是敏锐 随着这声音传来 一只手撕开隐秘阵法的屏障 一个深渊恶魔走了出来 他是明童 进入魔神之墓这么久 灵明还是首次遇到明童 他不知道明童吸收了多少魔神之力 面对明童 灵明深深地戒备着 他感觉对方像是一头阴险的野兽 他一直隐藏着自己锋利的獠牙 不知何时会显露出来 有趣 你竟然将鸿蒙的恶魔放走了 明童大有深意地看了一眼那鸿蒙深渊恶魔逃走的方向 眼睛里闪过了意味深长的味道 不过 你应该不是那种妇人之人的蠢才 明童这样说着 又看向了灵明 灵明根本不回答 只是看着明童 冷声道 你找我做什么 他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虽然有明蒙的誓约存在 但这个简单的誓约对明童而言 恐怕没有什么约束力 明童哈哈一笑 只是偶遇而已 你既然不愿意与我多言 那么 我们在魔神之墓的最深处再见了 明童这样说着 竟是真的转身离开了 自始至终 他别说对灵明出手 连一丝杀机也没有流露出来 灵明皱着眉 一直到明童彻底消失在视野之中 他不知道明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对方的实力无疑很强大 但是他却一直收敛着 明童没有去尝试争夺自己的纪文之书 也没有去找大红太子决战 这几个月来 明蒙跟鸿蒙虽然冲突不断 但是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流血战斗 摇摇头 灵明不再去想 在魔神之墓的时间十分宝贵 他必须抓紧每一席每一刻来提升自己的实力 至于这魔神之墓中有什么秘密或者陷阱 又或者明童对自己有什么阴谋 也是等到自己有了足够实力之后 才能从容应对 灵明身影一闪 画成一道流光飞走了 他在寻找下一个目标 不管是恶灵 还是猎物 这已经是灵明待在魔神之墓中的第十个月了 魔神之墓十分广阔 这十个月的时间 灵明一个人游荡 大多数时间他都在经历枯燥的修炼过程 厮杀 修炼 这就是魔神之墓的全部 灵明并不想介入鸿蒙和冥蒙两大联盟的战斗之中 不过对鸿蒙的成员 灵明但凡遇到 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出手 这是属于他的猎物 这场魔神之墓之行 本来就是一场杀戮盛宴 灵明加入其中 自然要利用其中的规则 这个时候去讲什么仁慈和道义 就是愚蠢了 这十个月 灵明的名号 也慢慢地传开了 再也没有深渊恶魔会愚蠢的将灵明只是当成一个尚未天尊恶魔了 因为灵明的名字没人知道 人们知道灵明的只是一个第九长老的名号 于是慢慢地 鸿蒙的恶魔都将灵明称为第九战魔 这些日子 特别是鸿蒙的天尊纪恶魔 听到第九战魔的名号 都战战兢兢的 不过 灵明虽然战机赫赫 却并没有将所有见到的鸿蒙深渊恶魔全部杀死 他发现 凭借荒的吞噬法则 他可以很轻松地将其他深渊恶魔体内的魔神之力抽干净 于是 对于一些甘愿献出自己魔神之力的恶魔 灵明大多留了他们一条生路 这并非妇人之人 而是灵明有自己的打算 他这么做 是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 达到急速修炼的效果 灵明有自己的野心 他要在短时间内 将自己的图腾数量累计到极致 之后便承受图腾及恶魔的传承 而按照魔神之目预见的记载 试炼者拥有的魔神之力总量越多 在承受图腾及恶魔传承的时候 通过的概率 也变越大 而且一旦成功接受传承 这些魔神之力 也会在传承的过程中 被试炼者完美的吸收 完成一次实力的升华 第2142章修炼捷径 魔神之目中厮杀每日都在上野 或许是深渊恶魔杀戮恶灵 炼化魔神之力 又或许是深渊恶魔与深渊恶魔之间的杀戮 抢夺彼此的修行成果 就这样 三年的时间过去了 在魔神之目的一处黑沼泽中 灵明缓慢吸收了这一缕精纯的魔神之力后 他看了一眼自己手臂上的图腾印记 他现在 已经在凝聚第六枚图腾了 这三年时间 差不多等同于灵明在外界修炼几十年的成果 他的上位天尊境界已经完全稳固 他的修为 正在以一日千里的速度 向着天尊极限进发 眼看着第六枚图腾将要完成 灵明微微沉吟 感知辐射向四周 慢慢的 灵明的嘴角泛起了一个弧度 在不远处 他感觉到了自己之前的一些布置 是时候去收割了 身体慢慢飘起 灵明画成一道流光 向着他感知到的方向积涉而去 他的速度极快 风驰电掣 只是一刻钟的时间 他就飞到了目的地 在这里 有一处峡谷 峡谷的外面 布置了一个隐藏阵法 这个隐藏阵法是天尊极 对灵明而言 根本形同虚设 灵明握紧右拳 全身恶魔之力激烈地回荡起来 弄插 灵明一拳挥出 将这隐藏阵法极了个粉碎 什么 发生了什么事 在隐藏阵法爆碎之后 躲在其中的几个深渊恶魔心中大惊 他们原本在这里建立了一个临时休息点 哪怕是天尊在日复一日的厮杀和修炼中 也会感到精神疲劳 他们需要休息 平时他们会在这里聚集 有专门的恶魔负责放哨 也有警戒阵法 可是今天这一切都失灵了 直到被人杀上门口 阵法都爆碎了 他们才反应过来 能够悄无声息地接近他们 而后如此轻易地轰碎他们的隐藏阵法 这样的对手 很可能是真神级 真神级的对手 可不是他们能对付的了的 然而当他们冲出来 看到入侵者的时候 一时间 他们的脸色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第九战魔 又 又是你 在这峡谷中聚守的 正是鸿蒙的天尊级深渊恶魔 在魔神之墓 他们是弱者 团结起来才更容易生存下来 这些日子 他们凭借着团队合作 也积累了不少魔神之力 他们一直小心翼翼 避免成为冥蒙真神级恶魔的猎物 然而无比悲催的是 在过去三年的时间 他们已经两次碰到 灵明这个煞星了 第一次是两年半前 他们进入魔神之墓不久 与冥蒙的天尊级恶魔厮杀 结果遭遇了灵明 因为实力差距巨大 他们被打得落花流水 而神奇的是 灵明并没有杀掉他们 却将他们放走了 这种妇人之人的做法 让他们被感性性的同时 也暗笑灵明是傻逼 可是过了一年半的时间 他们竟然一次密境历险中 再度遭遇灵明 灵明依旧没有杀他们 甚至没有去抢博 他们在密境中收获的 功法残片和天才地宝 只是将他们聚集起来的 魔神之力全部抢走了 这让他们郁闷到吐血 不过好歹小命保住了 而且还保有收获 留得青山再不愁没柴烧 他们一切从头开始 现在 第三次 他们又遇到了灵明 一时间 这些深渊恶魔的脸都绿了 你们应该不想死吧 交出你们的魔神之力 乖乖配合 我不会杀你们 否则的话 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你们应该相信 我有一个人 留下你们全部的能力 灵明的话十分霸道 鸿蒙的深渊恶魔肺都气炸了 他们可是辛辛苦苦才凝聚起来的 这么点魔神之力 灵明就想这么野蛮的掠夺掉 咦 你用秘书追踪了我们 有一个深渊恶魔突然灵机一动 一次被灵明找到 那是正常 第二次找到 那算巧合 可是第三次还被灵明找到 这怎么可能 倒霉也不是这么倒霉的 听到这个深渊恶魔的质疑 灵明眼中寒芒一闪 右手便摸向了须迷界 一时间周围的温度瞬间下降了许多 说话的深渊恶魔就像是被人卡住脖子的公压 立刻不敢说话了 他们已经确定 灵明有办法追踪他们 当初灵明没有杀他们 放他们离开 并不是什么富人之人 而是为了将他们养肥了 再宰杀 想到这里 这些深渊恶魔的脸色要多难看 有多难看 他们能够进入魔神之墓 都是深渊的天骄 现在 却被人当成牲口来养 这个魔鬼 太歹毒了 怎么会被种下追踪印记 我们之前也跟太子殿下会合过 太子殿下也没有提醒我们被人追踪了啊 鸿蒙深渊恶魔口中的太子殿下 自然是大红太子了 大红太子的实力自然强大 不过灵明留在这些鸿蒙恶魔身上的追踪印记 是湛灵所凝成的 湛灵对深渊恶魔而言 是一个陌生的东西 或许对于真神级武者的交手而言 湛灵起不到逆天的作用 然而仅仅是追踪 他却非常好用 湛灵印记几乎不会磨损 而且深渊恶魔因为对他不熟悉 也很难发现 有湛灵印记在 这些恶魔的行踪灵明一直撂若指掌 他每过固定的时间 就收割一次 否则等得久了 这些深渊恶魔说不定就被杀了 这样他的布置 就失去了作用 交出魔神之力 或者死 灵明神色冷逸 与此同时 他的鸿蒙立场扩散开来 笼罩了这片峡谷 只要他杀鸡一动 这七八个天尊级恶魔都要留在这里了 我们一起上 不幸我们这么多恶魔联手 对付不了他一个 一个暴怒的恶魔不信邪 灵明的作法已经触及到了他的底线 很多深渊恶魔 骨子里都暴虐是杀 只有他们欺负其他生灵 他们何时被人这样蹂躏过 他大声喊道 然而他的声音才喊出一半来 突然一道耀眼的枪芒闪过 只听蓬的一声暴响 这个恶魔惨叫着 身体向后急飞出去 重重地撞击在山体岩石上 他庞大的身体 硬生生地将尖如神铁的山岩撞塌了一大片 哗啦啦 岩石碎裂 这个恶魔全身是血 胸口留下了一个婴儿手臂粗细的血洞 前后贯穿 他还没死 不过在魔神之墓中 受这么重的伤 就算现在不死 他未来一段日子 也会很艰难 其他深渊恶魔脸色都变了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一个尚未天尊级的恶魔 就这样毫无悬念地被灵明秒掉 他们对灵明的实力充满了畏惧 有榜样在前 所有的深渊恶魔 都乖乖地交出了魔神之力 灵明已吞噬法则将这些力量全部吸收 只是短短的绊柱香功法 他的第六眉图腾 也凝聚完全了 万法相通 对现在的灵明而言 无论神之力还是恶魔之力 都能够转化成他的力量 灵明感觉自己距离天尊极限 又迈进了一步 吸收掉了所有的恶魔之力后 灵明心念一动 在他体内世界 魔方的力量一散出来 卷起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将周围的一切全部笼罩了 以这些深渊恶魔心神大战 以为灵明要反悔对他们不利 然而只是下一刻 在魔方制造的精神黑洞之中 他们全部都迷失了 深渊恶魔门 一个个的倒了下去 看着这些已经昏死过去的深渊恶魔 灵明不紧不慢地 动用魔方的力量 将这些恶魔有关 今天被自己掠夺魔神之力的记忆 全部都抹去了 他以魔方的幻象 为这些深渊恶魔编造了新的记忆 解释了他们的魔神之力为何会消失掉 如此一来 他们虽然极度绝望 但还是会勤勤恳恳地继续收集魔神之力 为灵明的后续修炼贡献力量 否则的话 任谁知道自己被人盯上了 甚至被当成了圈养起来的牲畜 都会产生反抗心理 这时候傻子才会继续凝聚魔神之力 供自己掠夺 正常人的做法都是 宁愿自己不修炼了 也不会白白便宜了别人 可是忘记一切之后 就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了 这也使得 灵明可以将这一招 一而再 再而三地使用 可以说 凭借着战灵追踪印记和魔方 灵明在魔神之墓找出了一条修炼的捷径 第2143章天地异象 在洗劫了鸿蒙的这一支深渊恶魔小队之后 灵明如法炮制 连续半年的时间 他屡屡出手 肆意掠夺他标记的那些深渊恶魔的力量 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收割 而在收割之后 灵明都会抹去这些深渊恶魔的记忆 他也不怕自己动的手脚被人发现 且不说鸿蒙的恶魔未必能察觉 就算察觉到了 也不能将他怎么样 在这魔神之墓中 灵明的实力 已经位列第一阶层 除了大红太子和神秘的名同之外 灵明自信不会有谁是自己的对手 就这样 灵明体内的魔神之力在短时间暴涨 这股力量极为精纯 可以与灵明的肉身经脉完美地融合 几乎不存在能量博杂的问题 时间一天天的流逝 在灵明进入魔神之墓的第五年 他手臂上图腾印记已经凝聚到12个了 灵明不知道自己凝聚图腾印记的极限是多少 不过他知道 按照魔神之墓预检的记载 一些普通恶魔添交 他们凝聚图腾印记的极限 也往往就是十几个 甚至还有更低的 灵明只用五年就达到这个程度 要是被别的恶魔知道了 定然要目瞪口呆 灵明看了看自己的手臂 第13个图腾印记已经渐渐地显化雏形 他正规划着 打算在十个月之内 将这枚图腾印记也显化出来 并且在魔神之墓中突破天尊极限 甚至触摸到真神的门槛 而就在这时候 突然间在遥远的地平线上 大地轰隆隆地震战起来 一道道黑色的雾气升腾而起 在天边凝聚 这些黑色雾气之中 蕴含了可怕的气息 他在天空中幻化 挣扎 看起来像是一头张牙舞爪的恶魔 看着这腾空而起的雾气 林明星中猛然一震 那一瞬间 他从这遥远地平线的黑雾之中 感受到了可怕的压力 竟是有种压得他喘不过气的感觉 这让林明星神凛然 他现在已经是真神级实力 能够压得他喘不过气的能量 未免太可怕了些 而这时候 战斗的大地开始军裂 魔神之墓的世界极为稳定 要撕裂大地需要的力量 简直不可想象 有不远处的恶魔 也看到了这样的奇景 他们都被吸引了过来 这样的天地异象出现 多半意味着 有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出事了 林明星有意动 他已感知探查了一番之后 以一个不快不慢的速度 向异象爆发之地掠去 而就在这一时间 只听轰的一声爆响 仿佛火山爆发 宛如岩浆一般的洪流 从地底裂缝中喷射而出 一对深渊恶魔被这层洪流席卷进去 就像是被狂浪吞没的小粥 直接消失不见了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纷纷赶往这里来的深渊恶魔脚步一顿 顿时有恶魔不敢前进了 魔神之墓凶险处处 有很多地方真神进去都极有可能陨落 那里的机缘固然诱人 但对天尊恶魔而言 还是保住自己的性命最关键 命都没了 那什么都没了 就连灵明 见到有天尊恶魔小队被吞没了之后 也变得小心翼翼 他的步伐放慢了很多 同时感知蔓延出去 探查着那意向之下的情形 很快 他发现了一个熟人 在狂风四起 能量浪潮汹涌的天空之中 一道身穿黑色长裙的倩影迎风而立 这女子正是圣美 此时 圣美手持古剑 一头长发在风中肆意飞扬 而在圣美身边不远处 还有一个冥王道的真神及恶魔 同样严阵以待 这个真神及恶魔 灵明有些印象 当时他有出现在比斗名单之中 只是没有出手而已 真正实力如何灵明并不清楚 但是想来能被冥王道派出来进入魔神之墓 实力也不差了 而圣美和这个冥王道恶魔长老面对的 是鸿蒙的三个真神及恶魔 为首的 正是大红太子 哈哈 圣魔女殿下 真是天涯何处不相逢 这魔神之墓这么广阔 我进入魔神之墓这么久 还是第一次遇到圣魔女殿下 这次相遇 还要感谢这天地异象啊 大红太子皮笑若不笑地说着这些虚伪的话语 而这个时候他身后的两个真神及恶魔已经逼了上来 将圣美和冥王道的恶魔长老围在了中间 一个大红太子实力显然凌驾于圣美之上 再加上两个鸿蒙的真神及恶魔 谁强谁弱血而易见 圣美焉眉为醋 他看了一眼大红太子身后肆意汹涌的翻滚的黑色雾气 还有那雾气隐隐凝成的虚影 心中隐约有了一个猜测 这个秘境中意散出的能量 隐隐地与他所吸收的魔神之力形成了共鸣 感觉就像是所有魔神之力的本源 再加上能量中所蕴含的 让真神都站立得恐怖威压 圣美怀疑 这个秘境恐怕跟千亿年前的魔神有关 魔神那是何等人物 他几乎可以说是如今整个黑暗深渊的缔造者 他所留下的秘境 那该是何等机缘 这样的秘境 不知道是谁将之触发了 现在突然显化出来 对进入魔神之墓的高等级恶魔而言 自然是一场大造化 如此造化 谁不想独吞 大红太子显然也是隐约猜到了 所以他集结起其他两大鸿蒙的真神 准备对圣美出手 想要将圣美打成重伤 至少是逼退 圣美目射寒芒 脑海中快速地分析着现在的形势 魔神之墓太大了 而且这里的空间法则过于稳定 即便是真神极恶魔 也无法横穿虚空 只能老老实实飞行 现在突然出现在这里的秘境 虽然能量气息浩大 然而因为距离太远 很多真神极恶魔还没有发现 但是过一段时间 他们就该注意到了 自己目前显然不敌鸿蒙的三个真神极恶魔 但如果能拖延时间 等待更多的真神极恶魔赶来的话 未必没有转机 翁 圣美身上的爆发出层层叠叠的魔神之力 将她的身体完全笼罩起来 在圣美身边 另一个冥王道的长老也动了起来 她全身骨节暴响 体表浮现出一层层的灵甲 她显然属于变深细的深渊恶魔 看到这一幕 大红太子嘴角泛起一丝宁笑 你们想拖延时间 等待支援 你们以为自己能支撑的下来麻 枪 大红太子手一番 一柄文刻着鬼头的长刀出鞘 刀锋直指圣美 速战速决 大红太子对着身后两个恶魔长老下达了命令 然而她话音当落 突然身体一顿 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 她转过身 却见在树里之外 一个身穿黑色战甲 手持粗大骨枪的恶魔宛如幽灵一般飞了过来 这恶魔 正是灵明 这小子 大红太子内心一沉 这几年来 灵明的实力已经有目共睹 大红太子渐渐相信了明瞳之前所说的 灵明的天赋完全超过她的说辞 她按照种种情报估策 认为灵明应该拥有下位真神顶峰的实力 这个实力 她原本并不担心 然而现在 灵明加上圣美还有一个冥王道的长老 自己一方以三对三 虽然依旧大战优势 可是想要短时间内结束战斗 却很难了 一旦战斗拖久了 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真神及恶魔感来 到时候 进入密境后的厮杀会更加惨烈 而自己想独吞最大机缘的概率也会更小 尤其是明瞳 这个家伙 大红太子感到深深的忌惮 如果被他赶过来了 那就更是后果极为糟糕 找死 大红太子看着灵明 如同一头被抢搏食物的野兽一般 杀鸡毕露 灵明方向不变地飞来 他的速度看似很慢 但是极力的距离却转瞬而逝 他沉默着如幽灵一般出现在了圣美的身边 跟圣美一起 面对大红太子与鸿蒙的两大真神长老 第2144章地下世界 是你 圣美似乎是没有想到 这个时候灵明会出现 看向灵明 圣美的目光流露出一丝复杂之色 从某种意义上说 眼前这个黑色恶魔 是他的未婚夫 虽然圣美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他 但他却不得不承认 这个看似猙獰的深渊恶魔 给他一种特别的感觉 狂风呼啸 此时 灵明身体比圣美靠得更前一点 从圣美的角度 正能看到灵明铁塔一般的背影 还有大红太子殷勤不定的脸庞 大红太子在衡量着 现在就动手的话 在短短一炷香时间内 重创圣美和灵明的概率有多大 可是就在这时 忽然间 原本撕裂的大地嗡嗡嗡地震战起来 那些猙獰的裂缝慢慢地靠近 似乎是要重新合拢在一起 原本巨大的魔性潮汐从地底喷出来 带着犹弱魔神在时的恐怖气息 现在却突然重新收拢 仿佛一张巨嘴 张开后又重新咬合了 从灵明等人的角度 正能看到那巨大裂缝之下露出来的无尽深渊 很显然 那恐怖的气息和滔天能量 就是从地下深渊传来的 进入这地下深渊的入口 就是这些大裂缝 可是现在入口要封闭了 几大恶魔一族的高手都是争了一下 现在不静 等着裂缝合拢之后 他们根本就进不去了 想要强行撕裂这样极数的秘境 他们没有谁有这等本领 下去 大红太子一声令下 眼看秘境的合拢不过十几席之后的事情 这个时候 他们也故不得驱逐灵明等人了 我们也走 圣美一声浇喝 他没有太多犹豫 身体如同一枚箭矢一般直射而来 而灵明紧随其后 连同那的冥王道真神 三道身影 像是三颗流星 万丈虚空 一闪而逝 在急速飞行之中 大红太子看了灵明等人一眼 犹豫了一下 终究没有出手 裂缝的面积太大 他不可能把他全部挡下来 就算一击逼退了圣美他们 他们还是能从另一个方向下来 如果纠缠起来 搞不好自己都进不去了 相反 如果一起进入地下空间 那么凭借自己的绝对实力 就掌控了绝对的主动权 西欧 在灵明和圣美之后 还有一些不怕死的天尊恶魔也冲了下来 虽然他们都清楚这秘境中可能的凶险 不过机缘在前 有可能一步登天 总有亡命之徒不顾一切 众恶魔的身影完全没入那无尽的深渊之中 在他们左右两边 都是慢慢挤压过来的无尽的岩壁 这样的岩壁不知道有多深 如果没有在岩石裂缝完全合拢前飞入秘境 被这岩壁挤在里面 那绝对是一件悲惨的事情 以魔神之木大地的坚硬程度 哪怕是真神极恶魔 被挤在地下 想要出来 都要费一番苦功 如果是天尊极恶魔 本身实力又不强的话 说不定会被活埋在里面几十年出不来 甚至可能因为能量耗尽而陨落在地下 灵明和圣梅等真神极恶魔尚且从容 而那些天尊极恶魔额头都是冷汗 他们不断地加速 唯恐被岩壁压在里面 羞羞羞 一个接一个的恶魔从地下裂缝中飞出 无尽的黑暗一闪而逝 下一刻 他们只觉得视野猛然开阔起来 他们已经来到了一片宽阔的地下世界 通隆隆 在他们头顶上 大地已经缓缓合拢 入口被封死了 刚才急速飞略的过程 初步估算一下 这里至少是地下数千里的深度 陡然间被封在地下数千里深的秘境之中 许多天尊极恶魔心中多少都有些打鼓 这样极数的秘境 该不会有境无处吧 那样他们就悲剧了 灵明看了一眼这方地下世界 视野所及 没有镜头 这地下世界并不是漆黑一片 而是有盈盈的光辉从岩石之中流溢出来 有些微弱 不过对真神而言 即便完全漆黑也可以用感知事物 何况现在还有光辉 已经跟白昼无异了 在地下 布满了灵循的石峰 而诸多石峰之间 有一汪湖泊极为醒目 这湖泊呈现深灰色 它大概百里方圆 浩瀚宽广 湖面并不平静 而是翻滚着一个个拳头大小的气泡 从地下升起 又破碎开来 仿佛它是一潭沉重而炽热的千水 看到这湖泊的第一眼 灵明便心头一跳 它隐隐地感觉到 这个湖泊之中仿佛凝聚了无尽的魔神之力的精华 之前从地下喷勃而出的浩瀚能量 似乎全部出自于此 再回想那从地缝中喷射出来的 类似于岩浆一样的深灰色液体 灵明怀疑 这些液体就是这个灰色湖泊中的湖水 湖水因为某种原因被激发 击穿了千里岩层 形成了魔性潮汐 这过程就像凡人世界的火山爆发一样 只是 这该有多大的力量 才能击穿魔神之墓的千里岩层 这秘境 应该跟千亿年前的魔神有关 就在这时候 圣美的声音在灵明耳边响起 灵明唯唯一争 看了圣美一眼 圣美继续传音道 具体我也不确定 我们先下去吧 好 圣美 灵明 连同另一个冥王道的真神 三者一同飞向湖国 而在他们身后 有几个冥蒙出身的天尊 及恶魔也远远地跟着 这个时候就显出联盟的好处了 如果孤军奋战的话 这些天尊及恶魔肯定会被吞得渣都不剩 现在 还有一线生机 随着距离湖泊越来越近 灵明清楚地感觉到 这每一滴湖水当中都涌动着莫可抵御 浩瀚如海的魔神之力精华 在湖面上 有纵横交错的纹路显化 它释放着最深邃的恶魔法则韵律 形成了绝对的立场 将这一方的天地都禁锢 靠近湖泊百丈距离 便能感受这股强大的压力 一时间 众人的飞行速度都缓慢了下来 灵明扫了一眼 见到在湖泊周围 散落着大量的零碎骨骸 这些骸骨已经不知道存在了多少年 本身已经近乎风化了 不过诡异的是 在诸多散落的碎骨之间 还有几具尸体 这些尸体竟是没有像外面的尸体那样化成碎骨 它身体上还残存着干枯的血肉 这让灵明有些意外 它不知道这些尸体存在了多久 如果是近些年来进入这里的试炼者留下的还可以理解 如果是上古时代就存在在这里的 那就让人心惊了 很难想象它们是怎么承受住这里的腐朽之力的 灵明没有去多想了 因为这个时候它看到了一群恶魔向自己的方向缓步走来 这群恶魔为首的正是大红太子 除了大红太子之外 还有鸿蒙的两大真神级恶魔 还有大概十个左右的天尊恶魔 这既是鸿蒙在这地下世界的全部力量了 一时间在灵明这一方 所有的深渊恶魔脸色都极为难看 鸿蒙的恶魔有大红太子在这里正常 而他们却只有圣伟林明 还有一个出身冥王道 名为明照的长老坐镇 在高手方面 显然差了一截 大红太子扫了一眼 没有看到那个令他忌惮的冥童 一时间 他嘴角泛起了一个猙獰的弧度 没有冥童在 他自信可以眼前的冥蒙恶魔全部干掉 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闯进来 原本你们留在地面上 什么事情都没有 你们却偏偏要下来送死 我若是不成全你们 岂不是会让你们失望了 大红太子肆意地打量着灵明和圣美 眼神中流露出一丝信念之色 第2145章死亡之湖 面对大红太子 冥蒙的所有深渊恶魔都紧张起来 大红太子的修为 已经是中尉真神顶峰 而且他要比那些年迈的中尉真神还要强大几分 面对这样的对手 景庭灵明 圣美 明照根本不是对手 如果是在外面 他们还能四散逃跑 可是在这地下世界 他们就像是瓮中之鳖 无处可躲了 杀气在两大联盟的恶魔之间慢慢流散开来 空气一时间仿佛凝固了 实力弱一点的恶魔 动一下都很困难了 圣美深吸一口气 握紧了手中的古剑 他的精神 前所未有的专注 握紧古剑的先手唯唯沁汉 面对大红太子这样的敌人 他也难以从容 他清楚 这一战将会艰苦卓绝 嘖嘖 圣魔女殿下的这柄剑 真的使了不得啊 似乎是上古圣贤的遗鼓打造的 品质游在真神灵宝之上 可惜今天他也不能为你带来奇迹 圣魔女殿下 你何苦与我为敌 不若归顺于我 你我双修 共同探寻永生之秘 如何 大红太子说完这番话之后 随意地扫了灵明一眼 目光中闪过一丝轻蔑与残忍之色 圣美被誉为黑暗深渊第一女子 若是能得到她 与之双修 对她的修为大有好处 至于灵明 是圣美既定的未婚夫 她要跟圣美结合 自然要先将灵明铲除掉了 不管灵明天赋如何 生死之战比的是绝对实力 她完全有把握将灵明杀死 灵明不动声色 脑海中在迅速分析着大红太子的实力 面对大红太子 一旦战斗 她就不可能隐藏本尊了 必须全力以赴 如果这样的话 情况就有些麻烦了 这意味着要将这些看到她模样的深渊恶魔全部灭口 而且那的明照 看到自己的本尊之后 会不会灵阵倒戈呢 你也会打起来跟紧我 在不得已的关头 我会动用一些秘术 到时候你掩护我 因为灵明没有提起过名字 圣美称呼灵明一直就是你 听到圣美的传音 灵明心中微微移动 也是圣美一直跟随魂帝 在关键时候 怕是应该有一些保命底牌的 这一战 不到万不得已 灵明不想显露自己的本尊 那会生出太多的麻烦 灵明脑海中快速化过这些念头 就在这时候 只听一声惊叫传来 人们心中一睁 纷纷以感知探查 向惊叫声的来源 而他们看到的这一幕 顿时让众恶魔头皮发麻 就在刚才几席之前 两个既不属于明蒙 也不属于鸿蒙的天尊纪恶魔 想要趁着明蒙鸿蒙 两大势力交手的时候 先一步潜入湖中 悄悄地去寻找宝物 同时也避免被两大势力杀死 可是当他们踏上湖泊岸边 一片看起来平平无奇的沼泽地里的时候 那个稍稍走前一步的天尊恶魔 不知道踩到了什么东西 突然一层黑雾升腾而起 将这个天尊恶魔笼罩其中 只是短短一席的时间 这个深渊恶魔浑身剧烈的战斗 原本他体表覆盖的猙獰领甲纷纷脱落 强壮的身体竟是化成血水 哗啦啦地流淌下来 他就这么直接融化掉了 只剩下一颗头颅 瞪大眼睛 惊恐地望着天空 而很快 就连这颗头颅 也溶解了 至死 他一声都没坑 至于刚才的尖叫声 是他的同伴发出的 一个天尊恶魔 就这么死得不明不白 凭空融化掉 这一幕实在太过圣人 这 这 那幸存的天尊 及恶魔脸色煞白 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他一步一步 小心地往后退 想要退出这片如同深渊地狱一般的杀人沼泽 他毕竟经历过不少生死场面 这个时候 还能保持冷静 他清楚 如果自己转头就逃的话 可能会死得更快 一小步 又一小步 就在他马上要退出沼泽边缘的一瞬间 他的脚好像踩到了什么凹坑 猛地往下一线 他惊呼一声 地下仿佛有什么东西 直接拉住了他的脚踝 将他狠狠地拖入地底 啊 这天尊恶魔发出一声声惨叫 身体树地一下没入了沼泽泥水之中 只是一席的时间 他的惨叫声就被泥水淹没了 下一席 惨叫声消失了 过了一会儿 一堆白骨从沼泽中缓缓地漂浮上来 这具白骨 还保持着挣扎的形状 他正是那死去的天尊纪恶魔留下来的骨头 这种感觉就像是他一瞬间被吃剩了一副骨架 让人惊悚万分 什么东西 看到这一幕的所有恶魔 包括刚刚不可一世的大红太子 也是心中打鼓 这地下的存在 他们刚才探出感知 竟然都没有察觉到 完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无声无息地吃掉了两个天尊纪恶魔 那可是天尊纪恶魔 而且是黑暗深渊的天骄纪恶魔 可是从头到尾的过程 他们就像是两颗樱桃一样简单快速地被吃掉了 地下那个神秘存在 实力绝对是真神级以上 而至于究竟是何种级别 他们还完全不能肯定 一时间 所有恶魔都屏住了呼吸 在他们的感知中 这个原本平静的地下世界 似乎突然变得阴森恐怖起来 尤其是实力在天尊纪的诸多恶魔 这个时候他们都后悔当时一时冲动飞入地下裂缝了 有的恶魔吞咽着口水 下意识地往远离湖面的方向退了几步 如果刚才是他们贸然靠近湖泊的话 那么化成白骨浓血的就是他们了 大红太子脸色阴沉 面对这样的情形 他也感到了压力 这才是湖岸附近 就有如此恐怖的存在 那么在湖底 又会有什么呢 甚至湖底出现一些能够杀掉自己的恐怖存在 大红太子都丝毫不会吃惊 毕竟这片密地 已经存在了千亿年以上 而且留下他的 还可能是传说中不可一世的魔神 究竟这千亿年的时间 在这片密地会演化出什么来 谁也说不准 想到这里 大红太子也不敢对灵明 圣美等恶魔动手了 哪怕他自信能够杀掉灵明和圣美 然而自己的消耗也不会小了 在他虚弱的时候 万一窜出几头怪物来 他就要成为怪物的典型了 而且 几个真神之间的打斗 必然会波及四周 刚才两个天尊只是走到沼泽边 都惊动了执服其中的怪物 他们打个天翻地覆的话 怕是连湖底的怪物都要被惊动了 一旦一群老怪发怒 他们的下场就不可预料了 还要打麻 圣美灼灼的盯着大红太子 声音冷意 他手中的骨剑 闪烁着森森寒芒 一旦交手 他自然会奉陪到底 大红太子皱了皱眉 终于冷恒一声 说道算你们走运 让你们多活点时间 前提是你们别化成浓血了 大红太子说着一挥手 带着自己的手下转身离开 太子殿下 接下来怎么办 在大红太子身边 一个真神及恶魔开口 先让他们活着 关键时候 也许还能当挡箭牌 我们先探一探这里有什么机缘 又有什么危险 等到一切都确定了 再动手灭掉他们不迟 那这片湖 当然要进去看一看 都走到这里了 而且有七八长的把握 确认这片秘境跟魔神有关 入宝山却空手而归 那我们还修什么武道 听到大红太子的话 很多恶魔 尤其是天尊恶魔 纷纷感到背脊发寒 远远 他们看着那片宽广的深灰色湖泊 感觉它就像是一头张开巨口的野兽 让人不寒而栗 深灰色的湖水 隔绝了感知 没有人知道 里面到底有什么 第2146章湖案叠写 喂 你们几个 过来 大红太子在这杀人湖前 占了一刻钟的功夫 突然 他转过头来 对着远处的几个天尊 级恶魔招了招手 这几个天尊 级恶魔 都出身小势力 他们既不属于红萌 也不属于冥萌 看到大红太子向他们招手 一时间 这几个恶魔的脸色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当初大地裂缝闭合得太快了 很多恶魔脑袋一热 直接就冲了下来 他们哪能料到 在底下 他们面对的是这种局面 让你们过来 没听见吗 大红太子的声音陡然冷了下来 那几个天尊级恶魔哭丧着脸 向大红太子走了过来 面对灵明 圣梅等真神级高手 大红太子还有点忌惮 毕竟要杀掉真神并不容易 可是面对天尊级恶魔 大红太子几乎念头一动 就能将对方杀死了 所以 几个天尊级恶魔都没得反抗 否则只会死得更快 几个天尊级恶魔 胆战心惊地走到了大红太子的面前 这个时候 他们已经隐约猜到 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了 嘿 你们这是什么表情 我只是想跟你们合作而已 大红太子脸上挂着微笑 来 我们一起前进 如果找到了什么好东西 我们按人数比例来分配 绝对公平 大红太子这样说着 这些天尊级恶魔哪里肯性 一个恶魔陪笑着说道 太子殿下别开玩笑了 我们哪里敢跟您争机缘 这湖泊大概是千亿年前就流传下来的上古秘地 这样的大秘藏 我们哪里有福销售 只有太子殿下这样红福齐天的高等恶魔 才配得起拥有它 我们之前也是一时头脑发热 跟着冲了下来 现在我们立刻就消失 一个机灵的恶魔说话间 点头哈腰地往后退 大红太子脸色一朗 眼中闪过一道杀鸡 废话真多 他突然变脸 全身恶魔之力爆发 猛然伸出一只大手 狠狠地向那后退的恶魔抓了过来 大红太子的实力在中尉真神中都是顶尖一层 根本不是一个中尉天尊能够抗衡的 这个在自己所在实力中 也是一方霸主的天尊及恶魔 在大红太子手上 却如小鸡子一样被抓住 根本挣扎不得 太子殿下 你啊 这中尉天尊一声惊叫 被大红太子直接甩了出去 你跟我们一起走 走在我前面十丈远 我对自己的恶魔之心沉默 若是我们渠道密藏 有平安归来 必然给你留一份 可是如果你想耍花招 或者违抗我的命令 现在我就杀了你 打一条路 你自己选吧 大红太子声音冰朗 大深渊恶魔听了这番话后 脸色已经比死去了三天的尸体还白 什么平安归来 留他一份密藏 这种可能性存在吗 现在让他去当探路时 根本就是炮灰 在这杀鸡四伏的地下世界 之前化成了浓血和白骨的两个恶魔天尊 就是他的榜样 你 这深渊恶魔虽然刚才表现得很没尊严 但其实他骨子里也有隐藏起来的凶残 他岂能忍受这样的侮辱的死法 嘿 别急着拒绝 你应该是末日门的长老吧 突然听到大红太子提起自己的宗门 这天尊极恶魔脸色一变 正欲否认 然而大红太子却笑着道 你不需要掩饰了 我刚才抓住你的一瞬间 就探查了你的功法情况 你修炼的是末日门的末日魔宫 你的家族也在末日门吧 如果你今天乖乖听我的话 哪怕你死了 他日我出去 对你末日门必然有补偿 否则你如果违背我 我会灭你末日门 大红太子的话无比霸道 那末日门天尊极恶魔器的身体发抖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我不但能灭你末日门 还有一种让你生不如死的办法 而且 哪怕你不屈从 我也有办法让你代为探路 只是麻烦一些罢了 大红太子的声音越来越冷 他的耐性 似乎已经被磨光了 林明在身后听着 暗暗则舌 在黑暗深渊 实力不如人的下场 就是任人宰割 纳德被压榨的深渊恶魔 还是被逼无奈 在前面探路 大红太子的一行人 则远远地跟着 至于还有几个小势力的天尊纪恶魔 这个时候都有吐死胡悲的感觉 毫无疑问 等着前面纳德倒霉的深渊恶魔死了 下一个探路的 就轮到他们了 一行人无声无息的前进 气氛压抑到几乎让空气凝聚出水滴来 我们也过去 圣美沉吟了一会儿 如此说道 显然对这湖中的秘密 他也不愿意放弃 他看了林明一眼 在征求林明的意见 林明也点了点头 说道 我们将体内已经吸收的魔神之力 适当地释放出一些来 感知全开 同种能量之间 应该有所联系 如果真有危险 我们应该能感知到蛛丝马迹 好 大家小心 圣美点了点头 将他吸收的魔神之力释放出了一些 弥散在众恶魔的周围 而这个时候 大红太子的队伍 已经前进到距离杀人湖 只有十丈远储了 这个距离 威压更加强烈 而且众恶魔都感受到了一股浓郁的死气和血腥之气 仿佛他们面对的这片湖 是血池地狱一般 我 我 那个负责带路的恶魔 脸色变得惨白 他每落下一步 都像是死过一回一样 他的额头已经满是冷汗 实在是这杀人湖太诡异 死在这里的方式太凄惨 九丈 八丈 七丈 距离一步步的逼近 所有恶魔都提高十二分警惕 直到两丈 一丈 三尺 那个领头的深渊恶魔 已经快要接触到湖水了 他虽然喝得面如死灰 但却运气极好 他并没有死 难道 这片所谓的杀人湖 其实真正危险的只是那片沼泽地 在那沼泽地中 埋伏了某个可怕的存在 而其他地方 并不危险 有些恶魔心中闪过这个念头 甚至猜测 这沙人湖附近是不是有一头危险的恶魔之兽 他是这里的守护者 只要避开他 那么他们就能安全进入魔神留下的秘境之中 眼看着那探路的恶魔 已经抵达沙人湖旁边 后面的恶魔都暂时放缓了脚步 这个时候才是最关键的 那就是要试试沙人湖本身是否危险 说不定这湖水是能消融一切的腐蚀之水 任何恶魔跳进去 都会变成一堆白骨 伸手 是以下 大红太子冰冷的下达命令 那带路的深渊恶魔咬了咬牙 先是用一柄剑在湖水中轻轻地站了一下 除了激起了一层淡淡的涟漪之外 并无其他异样 将剑抽出来 剑尖还玩好 如此 这恶魔才稍稍放心 犹豫了一下 准备先用容器取出一点湖水来 分析分析有什么危险 可是就在这时 在他身后 陡然响起了凄厉的惨叫 啊啊啊 在精神高度紧张之中 不管深渊恶魔还是人类 都更容易发出惊叫声 几个深渊恶魔 原本好花地站着 突然感觉脚下一软 双腿陷入了土地之中 接着他们就感受到 一股不可违抗的拉扯力量传来 他们的身体 直接被扑进了地底 该死 大红太子暴怒 前面探路的恶魔美士 他们的大队人马 却遭到了伏击 仿佛那地下的神秘存在是 有意放过前面的小鱼 对更多的恶魔下手 枪 在大红太子手中 那柄文刻着鬼头的长刀出鞘 不由分说地向大地劈斩下来 恶魔之力 如同怒涛狂勇 通龙 一声俱响 坚硬如神铁的胡岸 被大红太子一刀劈开 你将土石肆意飞射 刚才被突入地下的四五个天尊级恶魔 被这股力量隐生生地炸了出来 可是 就是刚才没入土地的一瞬间 这些被炸出来的天尊恶魔 全身已经被腐蚀掉了大半 很多地方露出了森森白骨 死亡 只是时间问题了 第2147章风暴 这是 看着地面上几个还没有死透的深渊恶魔 大红太子的脸色就像是被万年寒冰冰封了 就在他眼皮底下 他的手下就这么被未知的存在杀死 而自始至终 他都没有察觉到杀死他手下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被大红太子一刀从地底炸出来的几个深渊恶魔还在哀嚎 然而他们的肉身似乎沾上了某种腐蚀性的液体 还在不断地腐烂 很快 他们的声音就彻底消失了 几个恶魔都化成了白骨 肉身化成浓血 渗入了大地之下 灵明看着这一幕 微微皱眉 从头到尾 他的感知也锁定了地下 他同样没有发现到底是什么存在 将这些天尊纪恶魔杀死了 诡异 圣美开口说道 一时间他看着那面胡搏 有些犹豫起来 也许 贸然走入其中 未必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哪怕其中有惊世机缘 可是他未必没有可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陷阱 魔神之墓会有纯粹的陷阱吗 设置这样的陷阱的目的会是什么 总不该故意诱杀后来者吧 圣美脑海中闪过好多念头 他也无法想象当年魔神之墓布置下来的时候 都发生过什么事情 也许当年是机缘的秘境 到了后来都可能演化成陷阱 我们先等一等 看看大红太子他们是进是退 这地下的东西 我们到现在都没有探查出来 圣美这样说着 在他身边 几个天尊及恶魔悄悄地擦了一把汗 说道 等等也好 等等也好 他们都有自知之明 原本他们这边的实力就比大红太子那边弱 就算湖中有金氏机缘 也极有可能是大红太子拿了最大的好处 而如果有恶魔要死的话 那么多半是他们最先死 就在这时候 灵明冷不叮地说道 也许 地下什么都没有 灵明的话 让众人一呆 嗯 你什么意思 明照问道 也许这个世界本身 就能吞噬生命和血肉 吃掉那些恶魔天尊的 不是什么潜伏在地下的怪物 而是大地本身 而那片杀人湖 同样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甚至可能是这个世界的中心 灵明悠悠地说出这番话来 听得众人都心众意寒 这个世界本身 便能吞噬进入其中的生命和血肉 你为什么这么说 明照的语调都有些变了 面对这样的推测 真神也难以释然 只是个人感觉而已 没什么根据 灵明说的一切 只是出自于自己的感觉 他总叫的这片世界 有些邪性 感觉麻 圣美深吸一口气 轻轻抚摸着手中的骨剑 他也感觉到了不祥 可是现在 他们似乎只有前进意图 原本秘境的出口已经被封死了 现在想找到其他出口 并不容易 大红太子似乎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毫无表情地对前方探路的 那个天尊级恶魔命令道 你 下胡 什么 听到这个命令 那天尊恶魔心中冲出一口怒火 这几乎等同于让他去死 哼 看到这天尊恶魔似乎要反抗 原本就心情糟糕透顶的 大红太子突然猛然伸出手来 虚空一抓 幻化出一个巨大的魔力爪子 这爪子抓住那恶魔天尊 猛然向湖中一丢 啊 这深渊恶魔发出一声惨叫 大红太子的魔爪中蕴含着精妙的立场 将这天尊全身能量 行动都禁锢住 他根本无从挣扎 身体像是一个马带一般被丢入湖水之中 砰 湖水炸开 就像是烧水沸腾的大锅里扔下了一只饺子 那深渊恶魔发出一声声嘶吼 身体在湖水中剧烈地翻滚 挣扎 所有恶魔都屏住呼吸 专心看他的反应 如果这时候 这深渊恶魔直接被湖水腐蚀成白骨 或者突然有什么未知的存在从湖中冲出来 将这恶魔脱下深水 或者直接一口吃掉都不会有恶魔觉得任何意外 可是 偏偏这恶魔挣扎了许久 竟是完全没事 别说死掉了 他的灵片都没有掉一块 掉进湖里没事 有恶魔说到 再等等 大红太子十分冷静 开始没事 不代表一直没事 他的立场始终锁定了那深渊恶魔 让对方根本无法从湖里上来 而几席之后 他觉得不满足 又抓起身边一个小势力出身的天尊恶魔 将他也扔了下来 又是一声惊叫 转瞬间 掉进湖里的恶魔变成了两个 湖水翻出的浪花越来越大 而两个恶魔什么事情都没有 其中一个恶魔甚至在破口大骂 他在骂大红太子 这恶魔也是胆色十足 大红太子脸沉了沉 这个时候 他懒得理会一个炮灰的咒骂 他正欲让更多天尊及恶魔下去是谁 突然间 在那深灰色大湖的湖面中心 有什么东西翻滚了起来 咕咚咕咚 大量的气泡从湖底冒出 而且越来越多 越来越密集 仿佛有什么超级怪物 要从湖底冲出来一般 所有恶魔顿时心神究竟 而泡在湖中的两个深渊恶魔 则是面如土色 一旦这湖里冒出什么怪物来 他们显然要最先遭殃 连当点心都不够 砰 随着一声巨大的爆响 一道粗大的水柱从湖中冒出 紧接着 湖面上似乎卷起了一股风暴 狂浪滔天向着四面八方席卷而来 这是 在场诸多恶魔大惊失色 这样的风暴 铺天盖地 简直要将它们全部吞没 所有恶魔 不约而同地向四周暴退开来 而就在这时候 风暴猛然加剧 一股不可抗拒的撕扯力传来 在这座大湖的中央 空间剧烈地震战起来 仿佛承受不住这种压力一般 这是 空间的震战 诸多恶魔看着湖中心震战的空间 都是心中大惊 要知道这可是魔神之墓 空间无比稳定 怎么会震战起来 它们心中刚刚产生这个念头 更可怕的一幕发生了 那原本剧烈震战的空间 竟是突然被撕开了一道小小的口子 虽然只有拳头大的一点点 但它确实被撕开了 有一种恐怖的力量 撕开了魔神之墓的空间 怎么可能 诸多深渊恶魔 心中同时掠过这个念头 而这时候 它们已经来不及思考了 在空间被撕裂的一瞬间 一道不可抗拒的巨大能量漩涡席卷而来 所有的深渊恶魔 都被这道漩涡卷了进去 通龙 湖面炸开 包括大红太子 灵明 圣美在内 所有的深渊恶魔 都沉入了湖底 那一刻 灵明只感觉自己耳边呼呼声风 极限的速度 让它的身体跟湖水产生了摩擦 十分灼热 这片湖 比它想象的要深得多 这样速度的下潜 却还是看不到湖底 而慢慢的 灵明发现自己的意识 仿佛脱离了身体 一时间 周围的景象 都完全地模糊起来 这是 灵明心中一惊 这个时候意识离体的话 无疑十分危险 可是巨大的撕扯力传来 它却感觉自己的灵魂仿佛要撕裂 根本难以承受 这样下去 它势必会魂海尸首 这让灵明心中大战 它拥有永恒之魂 素来对自己的灵魂强度 有充足的自信 可是即便如此 它竟然都承受不住 可见这灵魂撕扯力 有多恐怖了 魔方 陡然间 灵明脑海中画过一道灵光 它立刻将自己的神势 联系到魔方之中 顿时那股属于魔方的 苍古神秘的气息 涌入自己的世海 灵明的意识 渐渐地清醒了一些 它勉强动了动眼珠 看向四周 周围已经完全漆黑 不过依旧阻碍不了 灵明的视觉 可是看到的情景 却让她心中一沉 在她身边 那些天真恶魔 包括明照 圣美 都已经处于意识迷离的状态 第2148章圣美前世上 圣我女 你能听到吗 灵明尝试着真元传音给圣美 然而却没有得到回应 此时的圣美 脸色微微发白 一双美眸紧闭 睫毛轻轻地颤抖着 显然 圣美包括这诸多的恶魔 都没能承受住 刚才那巨大的灵魂撕扯力 近乎灵魂失守了 这到底是 灵明眉头紧皱 就连她自己 如果不是拥有魔方在手 怕是也承受不下来这股力量 灵明注意到 很多恶魔神情中流露出痛苦的神色 似乎在经历某些可怕的事情 这时候 随着漩涡的逆卷 所有的恶魔 都被越分越开 灵明眼睁睁地看着 冥蒙的深渊恶魔 还有圣美 都在意识模糊的状态下 距离自己越来越远 至于更身处 鸿蒙的深渊恶魔 早已经看不见了 那股灵魂撕扯力到底是什么 灵明心思为尘 犹豫了一下 灵明稍稍放开了魔方 与自己的精神联系 一瞬间 那股灵魂撕扯力再度传来 灵明神魂牵引着魔方 小心翼翼地 让自己陷入了意识游离的状态 现在的灵明 可以说是半梦半醒 只要他愿意 随时可以意识沉入魔方中 而后瞬间从这种状态中摆脱出来 不过 他现在想要知道 这股神秘的灵魂撕扯力 到底有什么玄机 渐渐地 灵明感觉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轻 周围无尽的湖水消失了 下一刻 他便来到了一个阳光明媚的世界 这是 看着眼前高大的房屋 还有房屋牌匾上 用行书书写的七旋两个大字 灵明呆住了 七旋五府 提起这个五府的名字 灵明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这是灵明五道之路的起点 追溯起来 已经是一万两千年前的事情了 一万两千年 对寿命动辄数一年的高等级舞者而言 只是他们人生中极短的一段经历 有时候 一次长时间闭关 就会过去一两万年 可是对灵明来说 这一万两千年 却仿佛是无比久远的事情了 这股灵魂撕扯力带来的 难道是自己记忆深处的前尘旧梦 让我重温这些事情 灵明抬头看了一眼梦境中 七旋五府的牌匾 迈开步子走了进去 如他所料 他看到了许多当年熟悉的人 朱颜 蓝云月 秦子牙 秦信轩 包括一些已经隐藏在自己记忆深处 平时根本就不会记起来的人物 比如七旋五府中 那个对自己一直有好感 但是后来却失去阴性的白静云 灵明以一个旁观者的心态 平静地看着自己过去的一生 他渐渐地明白 进入这片杀人湖中 这股灵魂撕扯力 也许是对舞者神魂的一种考验 如果心智不坚的人 很容易陷入幻境之中 无法自拔 灵明心念一动 七旋五府的情景破碎了 紧接着 又是南海魔狱的经历 种种熟悉的人物 熟悉的场景 一一登场 他看到了神皇岛 看到了南海魔狱的入侵 他看到自己进入神皇秘境之中 被人物以为已经死去 而与自己有仇的欧阳伯言 对秦信轩下手 想要在血沙岛将秦信轩害死 自己从神皇秘境中出来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冲灌一幕 骑着朱雀横冲几十万里 进入血沙岛 救秦信轩 这原本是灵明记忆中 十分深刻的一幕 当时他成功救下秦信轩 让他深深地懂得 不失去的感觉有多幸福 然而在梦境的记忆中 结果却完全不一样了 他看到自己飞入血沙岛 找到秦信轩的刹那 一只血魔突然从秦信轩背后冲了出来 张开血盆大口 咬向了秦信轩的脖子 而此时此刻 原本已经完全绝望的秦信轩 刚刚看到自己 他的眼神中 充斥着欣喜柔情无悔 雷明心中一景 心中再也难以默然 他出手想要救下秦信轩 可是突然间 他觉得自己的速度变得无比缓慢 他从真神极修为 骚然降到了当时旧秦信轩时 区区后天旗的境界 然后 他眼睁睁地看着 那血魔咬断了秦信轩的脖子 鲜血飞射 秦信轩脸上的一切表情都在刹那间凝固 时间仿佛也在这一刻彻底定格 微笑的秦信轩 与猙獰的鲜血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不 雷明一声惊呼 喝出了一身冷汗 只是下一刻 雷明猛咬舌尖 陡然清醒过来 这是假的 雷明深吸一口气 剧烈地喘息 他这样告诉自己 似乎是要摆脱刚才可怕的梦境 内心中 雷明明知道这是假的 而且他的神魂 一直跟魔方保持着一丝丝的联系 可是即便这样 在经历刚才的情景的时候 雷明也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差点陷入怒火和悲痛之中无法自拔 可怕的幻境 雷明暗暗则舌 自己承受起来 都出现了瞬间灵魂失守的状态 那么其他恶魔 他们能承受得住吗 雷明没有退出幻境 他想继续看看 这奇异的灵魂撕扯力都会带来什么 接下来 一幕幕场景陆续上演 这些场景 都是当年雷明的真实经历 但是所有事情 他们的结果都是向着最坏的方向发展 在魔神帝宫中争夺梵天龙根时 雷明看到自己的计谋被炫无稽视破 自己被当场格杀 在青铜神殿面对杨云时 雷明看到自己的意识被杨云夺舍 从此他的身体被杨云占据 总是挂着残忍而陌生的笑容 接下来 面对天明子 面对修罗路的敌人 雷明看到自己被一次次的杀死 中途 也有魔方被人发现 自己亡命天涯 最后被人抽魂练随的经历 甚至他看到造化圣子在击败自己后 强占了小魔仙 看到造化圣子摧残小魔仙那一幕 雷明几乎再次灵魂失守 彭 雷明一拳砸碎了眼前的画面 原本凝笑的造化圣子画成了碎片 雷明大口地喘息着 这梦境中 似乎专门呈现自己最害怕的场景 如果没有魔方的话 雷明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把握撑过去 这么厉害的幻境 我有永恒之魂姑且如此 那么其他人呢 比如盛美她 雷明想起盛美 对这个不知是敌是友的女人 雷明心中不可避免的 产生了一丝担心 如果盛美没有什么心魔还好 如果她有心魔的话 那在这灵魂幻境中 她会无比糟糕 雷明算是心智坚毅的 但也不敢说自己没有心魔 所谓心魔 就是舞者心中最渴望 或者是最害怕的东西 这种执念越强 心魔就越强 而且强大的舞者 心魔也会强大 一旦出现类似这种幻境 或者是在冲击境界的关键时候 心魔就有可能作祟 发作起来 甚至可能让舞者走火入魔 或者变成疯子 盛美 她会有心魔吗 零零喃喃自语着 她心中不知为何 陡然生出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深灰色的湖水 一望无际 疯狂的漩涡在湖中席卷 一个身穿黑色衣裙的爵士女子 肆意徜徉在这湖水之中 她的长发纷纷扬扬 绽放在湖水中 就像是一朵朵黑色的玫瑰 盛开又凋零 此时的盛美 脸色已经完全惨白 没有一丝一毫的血色 盛美九世转生圆满 神魂九精淬炼 早已无比强大 甚至不比灵明差多少 然而 她的心魔也无比强大 她的神魂中 有太多害怕和渴望的东西 那是一座 类似于决斗场的 巨大环形建筑 在这建筑的中央 站着一个看起来 只有七八岁的小女孩 她长着一双明亮漆黑的眼睛 一双小手如玉石雕琢 脸上粉嘟嘟的 像是熟透了的苹果 可爱之极 在她脸上 似乎依稀间 能找到盛美的影子 一个如此可爱的小女孩 此时此刻 脸上却沾着心红的血迹 她的手臂上 也都是血 她那如玉石一样的小手 正抓着一柄大剑 这柄大剑 比小女孩的身体还高 她要双手一起 才勉强能将大剑抓稳 沿着粗大的剑柄 鲜血不断地往下滴 而在小女孩周围的地面上 也全都是碎裂的血肉 内脏 残缺的尸体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屠宰场 小女孩低着头 沉重地大剑剑尖点地 小女孩大口地喘息着 可以继续了吗 就在这时候 一个淡漠的声音响起 小女孩喝了一跳 抬起头来 刘海儿之下 露出了一张瓷娃娃一样的脸 在小女孩的眉心 有一道淡淡的红色树纹 就像是一枚花瓣一般 哇 好累 小女孩艰难地开口 而此时 在小女孩身前不远处 正站着一个华服老者 这个老者身材消瘦 但是骨骼宽大 脸孔的五官十分深邃 看起来神色威严 他并不是魂族 也不是人族圣族 而是太古神族 战场上 敌人是不会给你时间休息的 老者淡淡地说着 轻轻地挥了挥手 在他身后不远处 一个铁栅栏被打开了 在这铁栅栏之中 都是身上缠着锁链的黑色生物 他们是 深渊恶魔 而且是因为某种原因而狂化了深渊恶魔 好 几十头深渊恶魔发出咆哮 看向小女孩的目光 充满了猙獰和嗜血 第2149章圣美前世 下 这些深渊恶魔当中 大多数只有低等智慧 被密法刺激的狂化之后 已经与野兽无疑了 看到这个小女孩 这些深渊恶魔瞬间变得无比猙獰 啊 一群深渊恶魔狂吼着 向小女孩扑杀过来 看到这些凶残的深渊恶魔 小女孩一咬牙 陡然挥动手中的长剑 剑光闪烁 一头又一头的深渊恶魔 被小女孩杀死 分尸 地上尸体无数 鲜血染红了小女孩的小脸 衣衫 她全身沾满了粘稠的鲜血 如同从地狱血池中爬出来的一般 一个如此可爱的小女孩 与眼前地上的血腥 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 很难相信 这等场面 出自她之手 一群深渊恶魔杀完 那个老者神色漠然 她只是一挥手 又是一群狂化的深渊恶魔冲了出来 这些深渊恶魔 比刚才更多 更强大 他们咆哮着 再次向小女孩冲来 年复一年 小女孩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厮杀 许多次 她因为实力不敌 险些被恶魔撕成碎片 又或者身受重伤 奄奄一袭 每次 垂死的她 会被放入滚烫的药液之中 煎熬济炼 直到慢慢伤愈 她的力量越来越强 修为越来越高 她的每一寸肌肤 都经历了无尽的淬炼 她慢慢从一个童女 长成了少女 不知什么时候 她眉心的印记 从一道红纹 变成了两道 就像是两朵花瓣 贴在眉心之间 之后 她被独自一人扔在了蛮荒平原上 没有丹药 没有补给 她一个人穿越蛮荒平原 与那无数的荒谷巨兽战斗 杀戮 没有丹药 自己采集 受伤了 自己治疗 她独自穿越了一里大荒 数年时间 斩杀荒兽不计其数 这个时候 她已经变得倾国倾城 实力超群 她在太古神族的地位 就像是夜空中的月亮 绚烂而妖野 在她眉心间的花瓣 变成了三瓣的时候 她被锁在了大海深处 一座小岛的礁石上 这片小岛 是古族大地的埋谷之地 其中蕴含着巨大的立场 一般舞者根本一分钟都难以承受 可是这个少女 却被人用锁链锁在了这里 她那娇柔窈窕的身躯 被锁链的锁得紧紧的 那些玄铁环扣 深深扣入她的血肉 在她娇柔的身体上 留下一道道猙獰的红色印记 而她背后 就是灵循的礁石 这礁石并非凡石 而是一块天外神石 凹凸不平的岩石表面底在背脊上 如同针扎一般疼痛 锁链也并非一般的锁链 而是针法大师炼制出来的困隆锁 她不但能锁住肉身 还能锁住神魂 再加上这海岛之上 本身的大地立场的威压 一开始 少女几乎无法呼吸 北道掌潮 无尽的浪涛冲击着她的身体 她一次又一次地承受海浪的冲刷 而海浪之后 又是艳阳烈日 曝晒她的身体 她终日面无血色 一动不动 甚至连眼皮都不眨一下 仿佛已经凝固成了一副玉雕 她承受着这样非人的折磨 默默地忍耐 等待 没有人来理会她 也没有人给她送饮食 她只能看着远处被浓雾遮蔽了的 无边无际的大海 还有大海之上 那茫茫的天空 仿佛她已经被世界遗忘在这里 如果自己无法挣脱出来 就会在这里死去 寂寞 绝望 枯燥 痛苦 这样的折磨足以让一个蒸蒸铁骨的汉子发疯 少女一开始 也是感到极度无助 而后来 慢慢地 她发现这片海岛之上残留了玄奥的大地法则 而海岛附近那汹涌的天地元气浓度 也比外界浓郁百倍 她开始参悟法则 五日五夜 北天早晨 她都铁食玄铁锁链上沾着的沉路 吐那岛雨上最纯净的天地之力 她不断地积蓄力量 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 直到有一天 她实力突飞猛进 突破了自身的瓶颈 全身实力暴涨 她就如同浴火的凤凰 在冰死之际 涅槃重生 通龙 她猛然将自己身上的铁锁镇的粉碎 连同背后的神石也爆成了石粉 她发出一声清亮的长笑 如同浴火重生的凤凰 只飞青天 那一刻 她又一次经历了升华与蜕变 她的实力 在同龄人中 已经无人可及 战斗 杀戮 修炼 她的敌人 从深渊恶魔 到无穷无尽荒兽 再回到无穷无尽的深渊恶魔 她虽然生得倾国倾城 然而她的生命中却没有儿女情长 只有无尽的鲜血和战斗 她仿佛为战斗而生 也注定为战斗而死 而这个绝世女子身上所发生的一切 都流淌在盛美的精神世界之中 这似乎就是她经历的人生 无比真实 然而这似乎又是一个梦境 与盛美无关 因为在盛美原本的记忆之中 找不到梦中的这些场景 梦中的少女 真的是自己麻 那倾国倾城的女子 跟盛美的容貌一模一样 她的眉心之间 也有红莲的印记 那是九世转生的标志 刺梦四省 盛美已经分不清到底自己是盛美 还是这梦中的女子 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年 梦中女子的实力 已经站在了宇宙最顶层 当她的眉心间的红莲 已经圆满无缺的时候 盛美却看到了一幕 让她窒息的场景 她看到了那无边无际的浩宇之中 漂浮着一片黑暗的大陆 这大陆之上 全都是尸骨 无穷无尽的尸骨 这些尸骨 有的是类人的形状 也有的是猙獰的怪物形状 还有形似各种荒兽神兽 甚至有体长数千里的巨骨 这些骨骼 无疑散发着无比可怕的气息 弱者的骨头如果置身其中 都会被这股压力瞬间挤碎 毫无疑问 能够残留在这片黑暗大陆上的 都是爵士强者的遗骨 无法想象 这些爵士强者是怎么死的 从这些骨头本身来看 他们大带是同一时间在这里死去 如此推测 这恐怕是一场无比惨烈 卷入了诸多爵士强者的战争 在这无穷无尽的尸骨之中 那爵士女子一世而立 踏斥着双足 身穿如水的黑色长裙 淡淡的神灰 如同流水一般倾泻而下 洒在她的身上 素养朦胧 她的气息 仿佛与月华融为一体 在这片凶残的世界中 显得格格不入 她这一生 经历了无穷的厮杀 然而此时此刻 她却如同深谷中的幽兰 空灵出尘 兵机玉骨 不沾半点世间浊气 哪怕在兄弟的战场上 那层层叠叠的杀气 也与她无关 而在这时候 在女子的面前 出现了一件东西 那是 一张紫色的卡片 小小的卡片 只有手掌大小 在卡片之上 却转刻了无数奇异的密文 这些密文古老而神秘 让人看一眼 仿佛灵魂都陷入其中 卡片就像是一个翩翩翻飞的蝴蝶 向着这爵士女子旋转着飞来 女子看着卡片 一双美眸之中 似乎流露出无限的清迷 惋惜 深叹 然而这一切的复杂的感情 却最终化成了祥和与宁静 再也没有半点波澜 那张卡片翻飞着 以一个缓慢的速度 飞到了爵士女子的前额 而后 轻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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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入了女子前额如玉一般的肌肤之中 那一朵九枚花瓣的红莲 被这紫色的卡片切碎了 瞬间凋零 鲜血一散出来 被紫色的卡片完全吸收 而后化成无尽的星红 染尽了这片灰黑色的世界 那一刻 这个世界仿佛拥有了色彩 女子体内无尽的生命精华 肆意地流淌 她身上的光滑越来越盛 就像是燃烧自己生命的黑色凤凰 肆意绚烂 这个灰暗的世界 也因为这女子的绚烂而充满了无尽的色彩 鼻子毫无保留地 燃烧着自己的一切 她生命最后一瞬间的灿烂 仿佛化成永恒 第2150章星魔 在那梦中的女子化成绚烂光影的一刹那 圣美的心 仿佛被一柄剑刺中了 她闷横一声 神魂剧痛 那一刻 她承受着如同灵魂撕裂的痛苦 在圣美眼前 绚烂的神光越来越强 铺天盖地 如同千百耀日 一同落入世间 这片黑色的大地被融化了 那大地之上 无尽的海谷 也被这股力量卷入其中 不断地破碎 裂解 海谷之中的蕴藏的立场 那些绝世强者死后一散出的能量 全部被绚烂的光影席卷而来 形成了一个七彩斑斓的 巨大的漩涡 这个漩涡吞噬了这一片大陆 将这大陆生生地炼化了 无尽的符纹笼罩下来 大地仿佛被炼成了法宝 那枚紫色的卡片 在大地的正中心翻飞 一道道巨大的能量波纹 如同涟漪一般扩散开来 而后 这片大陆 像是被一个看不见的大手抓着 向另一个世界 缓缓地 缓缓地震压下来 一时间 无尽的空间被压碎 可怕的空间风暴肆意席卷 然而没有什么能够阻碍这片大陆的前进 势不可挡 在灿烂的火焰燃烧中 这片大陆被炼制得越来越薄 然而它其中的能量却被无限的压缩 所有海骨通通被炼化 化成无尽的骨骼碎片 在天空中翻滚飞舞 而海骨中的能量 却都融入了大地中心 那枚紫色的卡片之中 这枚卡片 就仿佛是宇宙所有能量的中心 但凡可以化为能量的事物 全部都无法逃离它的掌控 那些海骨 不管是三十三天生命 神兽 又或者是深渊恶魔 不管是神之力 恶魔之力 妖力 通通被紫色的卡片吸收 最终 这片大陆被炼化成了一块巨大的光壁 向着那神秘的黑暗世界 狠狠地镇压下来 通龙 无法形容的巨响 仿佛天地崩塌 那隐藏在虚空之中 巨大而幽深的黑暗世界 深深地震战着 震战着 仿佛世界末日到来 仿佛宇宙的破灭开始 这一瞬间 圣美神魂巨震 她猛然吐出一口鲜血 眼前纷乱的梦境猛然破碎 化成无尽的流光碎片消失 圣美脸色惨白 全身冷汗沉沉 刚才她梦中经历的一切 太真实了 她似乎在梦中度过了数万载岁月 而一梦醒来 却又觉得好似只是过去了一瞬间 在梦中经历的无尽场景 现在回想起来 似乎又有些模糊了 就像是凡人做梦 刚刚醒来的瞬间 似乎梦中的一切都无比清晰 可是越是回想 梦中的情景却就越是模糊 然而 虽然很多场景已经回想不起来 可是最后那一幕 圣美却深深记得 她记得那个梦中女子燃烧生命 连同无尽的海骨 与紫色卡片一同炼制出来的那巨大的金币 以及那金币所镇压的黑暗世界 那神秘的黑暗世界 给圣美一种无比熟悉的感觉 她正是黑暗深渊 而在黑暗深渊之上 有一层隔绝黑暗深渊和33天的永恒神秘 她已经存在了百亿年 而圣美在梦中 却亲眼目睹了这永恒神秘的诞生 黑暗女子燃烧生命的绚烂光滑 还有金币镇压下来 那毁天灭地的情景 成为烙印在圣美脑海中 不可磨灭的印记 她到底是圣美深吸一口气 努力地去回想 想要在自己刚刚的迷梦之中 寻找她与那神秘女子的联系 然而就在她感觉自己 仿佛抓住了什么时候 突然间 圣美感觉自己的魂还仿佛被撕裂 这样剧烈的疼痛 就像是一记重锤 狠狠地敲击在她的后脑 她只感觉脚步一软 眼前一黑 下一刻 她的意识再度模糊起来 她似乎又开始了另一个冗长的梦 梦中 出现了无数挫杂缤纷的场景 她看到了很多熟悉的人物 在这诸多面孔之中 有亲切的 有厌恶的 也有憎恨的 而最终 有一张少年的面孔 似乎占绝了整个梦境 这个少年 肤色苍白 双目浑浊 如同一个死人 魂帝 看到这个苍老少年 圣美眼中闪过一丝寒芒 对魂帝 她始终无法反抗 但对这个邪恶的男人 圣美的感情却不是畏惧 更多的是憎恨 轰 一道神念 从魂帝眉心射出 轰入了圣美的精神世界 圣美精神一阵 空间剧烈的转换 她睁开眼睛 却发现 自己来到了一片天地元气 十分稀薄 但也十分祥和的世界 这是 这片世界的模样 让圣美有种几乎窒息的感觉 这是天眼大陆 灵明的故乡 灵明的故乡 难道 正为止感觉身子轻轻一晃 仿佛在经历一个可怕的噩梦 有些隐藏在她记忆深处的东西 她始终不愿意去揭开 那就像是她的伤疤 让她无法面对 她畏惧经历这个场景 是真的不想经历 然而此时 在这个场景中 最害怕的那一幕 还是慢慢地发生了 她看到了 灵明 此时的灵明 正无力地躺在这个本事 她故乡的世界中 看着圣美 那一刻 圣美想要抽身退走 然而她突然发现 自己小腹之中涌起了一股热流 这股热流传遍她的四肢百骸 她猛然回头 却看到 在不远处有一株囚龙一般的老树 而那株老树之上 原本有两枚果实 可是现在已经消失了 圣美心中一阵 她当然记得她为灵明 准备的这株果树 她来自于黑暗深渊 是一种奇淫魔果 当年 无路可选的她 用这一株奇淫魔果 一手促成了这一幕 然而如今 她无论如何都不想再次经历 她运转体内的力量 想要将这果树的药性 从体内驱除出去 然而她却无力地发现 任凭她如何调用念头 却都无法调用体内 一丝一毫的力量 这种感觉 就仿佛身体不是自己的 圣美深吸一口气 她陡然明白 这是她的梦境 说到底 她意识的本体 就是这梦境中的一个过客 无论她做什么 都无法改变梦境的走向 她只能被动地去经历 承受 如果说 你注定要毁灭 不如 毁在我的手中 这是圣美当年对灵明说出的话 又在梦境中回想 她听在耳中 心中不知道是什么感觉 她闭上了双眼 不想去看接下来的情景 然而很快 她感受到自己的衣衫 化成碎片的消失 而后便是那来自肉体的触碰 那是男性的身体 毫无保留地跟她的身体融合 这种奇异的感觉 与她体内的灼热感渐渐交融 竟是让她的灵魂轻轻地战斗着 她怎么都没有想到 今时今日 她会以梦境的形式 再次经历她生命中 记忆极为深刻的那一幕 当年 她吃下了黑暗深渊的奇异魔果 自己的意识也有些模糊 虽然她记得那些刻骨铭心的触觉 然而那毕竟是在她意识模糊时候的经历 就像是一场迷醉的春梦 虽然曾达到极乐巅峰 但毕竟是半梦半醒 可是这一次不同 圣美在完全清醒的时候 经历着这一切 她始终闭着双眼 然而一次次仿佛直达心灵的冲击 却原原本本地将快感传递了过来 在这梦境之中 除了肉体不受控制之外 一切感觉她都身临其境 她感受到了在药性的催化下 那种狂野的 让她迷醉的欢愉 那是她寡淡而压抑的一生中 从未有过的经历 然而她也同时感受到了 她身下的男人迷离于隐藏在灵魂深处的痛苦 她的生命本源 她的灵魂本源 都在缓慢地减弱 慢慢地被抽离 那种感觉 就像是亲眼目睹一颗药眼星辰 慢慢地眉落 尤其这个眉落的男人 跟她本身之间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她的眉落 也因为自己而起 不知不觉间 甚为感觉自己的眼角清凉 一滴晶莹而清冷的泪水 从她眼角缓缓滑落 如同一颗破碎的珍珠 第2151张魂类 啪哒 晶莹的泪水 滴在灵明的脸上 轻轻地碎裂开来 在这迷惘的世界中 这泪珠碎裂的声音 竟是无比的清晰 就像是从异度时空传来一样 这是一滴魂类 有些灵魂 会在感怀与伤痛之时 流下泪水 看到魂类破碎 甚为惨笑 她知道 这滴魂类 在此时此景下 有多么的苍白 因为 一切都回不去了 而且 即便时间重来 也是一样的结果 因为那时的环境 对灵明而言 根本就是一个死局 在哀叹之中 原本与灵明结合 所带来的肉身欢愉 似乎都慢慢远去了 此时的圣美 灵魂已经完全沉寂 她眼睁睁地看着 那个她一生中 唯一牵扯过爱恨情仇的男人 终究在自己的财补之下 慢慢地失去了 所有的本源之魂 与生命之力 她已经无比虚弱 就像是燃尽自己后 完全暗淡下来的一颗星辰 那一刻 圣美感觉自己的灵魂冷得像是一块冰 她看着沉睡着的 已经完全是废人的灵明 只觉得心中仿佛有一把刀 在一刀刀慢慢切割着她心头的血肉 在最后的时刻 她在灵明的体内留下了自己的一缕本源精魂 然而她知道 这旅精魂发挥作用的可能性是有多么渺茫 这等于说 灵明已经完了 她亲手将这个她曾经想与之一起远走一世 完全跳出末日漩涡的男人毁掉了 一切未曾开始 便已经结束 她默默地等待 心中如同一片荒芜的坟墓 她其实仅仅等了几个时辰的时间 对她而言 仿佛千百万年那般漫长 这时候 沉睡中的灵明 悠悠地醒来 她看着盛美 面露惨笑 芳草七七 清风习人 两人就这样对视着 时间仿佛在这一刹那定格成了永恒 不知过了多久 盛美终于开口了 依然是当年盛美曾经说出过的话语 如今 盛美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去聆听 恨我麻 这不似是问灵明 而仿佛是来自于盛美自己心灵的讨问 我有什么理由恨你 如果没有你 我怕是已经被漂语所杀 现在已经是一具冰冷的尸体了 甚至应该说 如果没有你 我当时根本就不能离开神域 已经死在大范神王的手中 前世今生 灵明地回答一字一句 盛美都记得清清楚楚 她沉急着 聆听着 他们当年的一句句对话 都回想在耳边 她完全可以逐字逐句地复述下来 直到灵明说出 你还真是不择手段 为了达成你修永生之法的目的 自己的肉体都可以当成工具 在凡人的世界 有女子为了金钱而出卖自己的肉体 你跟他们又有什么区别呢 这番骂盛美是尽你的话 当年在盛美心中掀起很大的波澜 然而今日在听 她心中却未曾激起什么 只有一声哀叹 或许真的没有区别吧 一样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 一样稀晚的结局 结束了 盛美知道 这一切都是注定 无论怎么重来 都是一样的结果 而后 盛美看到自己的身体破空而去 留下灵明仿佛死去了一样的躺在大地之上 再也没有半点生机 她的灵魂 竟是没有跟随本体离去 而是留在了天眼大路 看着灵明 这一下 盛美有些愣住了 怎么会如此 盛美不知道 但是慢慢的 她的心情竟是微微地站斗起来 她已经在这天眼大路 看着灵明好几天了 自己还是没有跟着本体离去 隐隐的 她心中有种感觉 难道 自己可以亲眼看到 灵明这些年的经历 自己当年 因为魂帝的存在 自己根本无法追踪灵明 而且自从离开天眼星之后 她还去了黑暗深渊 可是现在 她却在梦境之中 得到了这样的机会 梦境中她看到的 发生在灵明身上的一切 会是真的发生过的麻 正美陡然想到这一点 最终却缓缓地摇头 也许就算看到 也只是自己一想出来的吧 这魔神之木秘境 就算在神通广大 也不可能获悉灵明的记忆 而后让自己身灵其中 可是即便如此 盛美还是默默地看着 她想看灵明后来所经历的一切 哪怕只是自己想象出来的 岁月更替 春去秋来 盛美默默地守候在灵明身边 就像是一道守目的幽灵 而在这片荒野之中 灵明似乎陷入了永久的沉睡 她的身上掉满落叶和尘土 甚至土上都长出了青草 盛美心情沉重 却极有耐心 她一直等着 一直等着 直到某一天 灵明缓缓地 缓缓地 睁开了双眼 盛美心中一致 脸上的光彩微微变化 显示出此时 她灵魂的不稳 她看到 灵明默默地站起身 扑素素的泥土和杂草 从她身上滚落下来 这一幕 就仿佛灵明是从坟墓中爬出来的 灵明走了 不知道要去哪里 盛美默默地跟随 她跟随她翻过大山 越过大河 游过大海 一直登上了一座 如同见风一样的山 在山顶上 盛美看到两个 在她看来 完全是舞蹈之路刚刚起步的剑客 在剑山之巅会舞 是灵明在凡人界认识的故人 盛美看着灵明的眼神 从她眼神中读懂了这一层意思 她看到两剑客在半空中激烈的对决 也看到比武之后 灵明与两剑客在房间中饮酒 唱谈 这两个剑客 在盛美看来 都轻若为尘 如果不是灵明 她根本就没有半分兴趣 去听她们说半个字 然而听着听着 盛美却有些惊异了 两个剑客所说的话语 竟是蕴含着一股莫名的道理在其中 尤其一个轻衣剑客所说的 那套关于舞蹈巅峰的感悟 让她感觉自己的心都仿佛被触动了什么 这个世界上有无穷无尽的山峰 但是总有一座山峰 是最高的 我会一直找下去 我眼界有限 可能永远找不到 但是我依旧会不断攀爬 因为我爬上一座高峰 眼界就会更开阔 从而看到 更高的高峰在哪里 我再爬下来 重新攀爬我找到的新高峰 一直重复 轻衣剑客的话 久久回荡在圣美的耳边 就连她自己 也因为这番话中所蕴含的斗志 而莫名的感怀 这种斗志 其实也适用于她 而后来的一番关于酒与人生的论调 让圣美听的心中掀起了更大的波澜 品辛辣而知醇香 甚糊涂食物奥秘 一直喝到丁宁大醉的轻衣剑客 说出这番话语时 圣美完全惊呆了 并不是话中本身的意境 有多么高深 而是在梦境之中 突然听到这番原本不可能出现在圣美想象中的话 却让她的心急速地颤抖起来 她有种莫名的感觉 那就是 也许梦境中看到的一切 也许不是假的 而是当年灵明真实的经历 两大剑客口中的各种地名 关于灵明生平的描述 一切的一切 饱满而会声会色 那些意境感悟 自己更是未曾有过 舞者的感悟 并不是如文人那般 一时兴起就能洋洋洒洒写下一篇篇的锦绣文章 而是真正的通过他们的人生和历练 总结出来的人生哲理 可以说 这些感悟 就是他们的舞蹈 两个轻衣剑客的舞蹈 都带着浓浓的凡人色彩 而圣美脑海中 根本就完全没可能有这些凡人才会有的 其一的领悟 何况 这些感悟明显跟酒有关 圣美自己都不饮酒 又怎么可能在梦境中强行想象出酒与人生的意境所在 难道 眼前的一切 都不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 而是当年灵明真真正正经历的事情 想到这里 圣美心头巨震 第2152章不屈 为何自己会在梦境中出现灵明的记忆 或者说 魔神之墓中 怎么会有灵明的记忆 想到这里 圣美又觉得迷雾重重 圣美想不明白 不过现在 她只能默默地看灵明的人生 她的心 在战斗着 她心中期待 因为她想知道灵明的人生 但是更多的是害怕 她害怕看到灵明孤急地死去 她看着灵明酒醒之后 与两位剑客辞别 离开了剑山 她看到了灵明一路向北 身体日渐破败 她的修为 以可怕的速度倒退 她已经完完全全地成为了一个废人 每日每夜 圣美跟着灵明 看着灵明虽然挺得笔直 但是却无限落寞与孤急的背影 她的心 都像是被刀割一般 当年 圣美离开的时候 想过灵明未来可能面对的酸楚 但是真正亲身跟着她经历的时候 那种感觉 却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她几乎是身临其境 亲身感受到 一个曾经站在33天巅峰 一手挽救人族的爵士天才 被一招打落凡尘 不但力量快速流逝 寿命都只剩下几十年的时候 她的心境究竟是如何 即便是灵明那般心智坚毅的人 也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 圣美一直跟着灵明去到清桑城 她看着那些叫卖的小贩 算命的江湖术士 看着乞丐书生 巧夫 看着她几乎从未看过的 形形色色的凡人 而后 她看到灵明接过一个卖煎饼的大娘施舍来的一个煎饼 从煎饼中品味出五味人生的时候 圣美双目 不知不觉见 已经一片朦胧 她无法想象 在当年 人族已经近乎绝望的时候 灵明一日之间 失去所有一切的时候 她承受了多少 或许 这比当年任由魂帝杀死她 还要残忍 在清桑城 在儿时生活过的地方 灵明一一驻足 而后 灵明继续北上 北方大漠 飘着额毛大雪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 灵明的脸色变得苍白毫无血色 她全身发抖 无助的咳血 一次又一次 正美知道 灵明咳出来的是精血 虽然神魂衰弱 然而灵明此时的肉身还强大 还能造血 可是灵魂根本不足以驾驭这样强大的肉身 也承受不了过强的弃血之力 所以在身体的自我保护下 她就会把这些血壳出去 这样下去 她毫无疑问会身体慢慢经血进尸而死 看着那新红的血滴 盛眉只觉得无比的刺目 她看到灵明再次遇到自己的固有 或者说 是她用感知主动找到的 那是一个老人 宝金风霜 身体之中满是隐伤 她看到灵明救了一个小女孩 那个小女孩 是在兵荒马乱的年代 在灵明身体因无比虚弱而倒地的时候 唯一一个敢给灵明送上一口水的善良小姑娘 她看到灵明只是对付几个凡人 却因为自己本体受伤 而血流不止 曾经强大无比的天才 如今变得如此磊弱 她看到灵明最终告别了这些人 独自一人别上 她的身体已经太差了 步履都满山起来 甚至有的时候 她会突然虚弱而跌倒在地 她的衣衫破损了 蓬头垢面 落魄得像一个乞丐 她想走进一个城市 然而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 守城的士兵却认定她是难民 将她轰了出去 她没有说什么 也没有将那守卫怎么样 她只是拖着孤寂的背影 默默地离开了 夕阳之下 她那比挺而消瘦的身材 仿佛一根针 扎入了圣美的心 一息间 圣美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模糊了 她想起了人族大劫全面爆发之前 林明来魂借照自己时 曾经对自己说过的话语 我记得 我还是凡人时 一位故人告诫我 不要倔强地去练舞 不想我日后一辈子 都只能躺在床上 而我的回答是 舞蹈如同一团火焰 习舞之人被火焰灼烧 其中的苦痛 危险不计其数 坚持不下来的人化为灰烬 坚持下来的人则遇火重生 哪怕我只是一只弱小的飞蛾 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冲入这团火焰中 去搏那万分之一希望的涅槃城隍的机会 我不是封神天尊 属于我的路 我会自己去走 我自己做出的选择 我亦不会后悔 人生若只如初见 浮沉繁华 默然回首 不过过眼云烟 我只在红尘中争渡 即便是一朵浪花 一份勇向前 圣美深深地知道 林明有她所坚持的舞蹈之心 不可动摇 当年 圣美曾经劝她放弃拯救人族的念头 毕竟在那时候 只有圣主旗的林明 无论从哪一个方面看 她在那足以席卷天地的大劫浪潮之中 都根本为不足道 连一朵小浪花都不能激起 一旦人族灭亡 实力如此弱小的林明也会失去保护 在无尽风浪中随波逐流 很可能直接覆灭 可是林明不曾放弃 她孤身一人来到魂界 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 寻找魂族的联盟 而后她又转战太古神域 为了一个渺茫的希望 去太古神域寻求救世之法 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现在 圣美却只能看到她孤寂的背影 还有那层层叠叠的星红血迹 这是怎样的转变 圣美的心在战斗 没有亲身跟着林明经历这些 她永远无法想象 这些苦难到底会达到何种程度 这么多年了 她死去了麻 眼前的一切 都已经是七千年前的场景了 而无论如何 看到林明的身体状况 她都坚持不了这么久 而接下来 似乎要印证圣美的猜测 圣美看到林明去到一处山谷闭关 圣美诧异地看到 在人生已经完全绝望的时候 林明竟然开始散工 她微弱的灵魂 无法承载自己的气血之力和修为 所以林明干脆自降修为 一直降到她的灵魂力 能够承载的度为止 这无疑会大大的缩短她的寿命 而且让她在生命最后的岁月中更加痛苦 可是她义无反顾地去做 她似乎是想破而厚利 化剪成蝶 这怎么可能 圣美摇头 不可能的 灵魂如此微弱 生命之火也如风中残烛 恐怕散工都不会到最后 林明就会死去 一切都到此为止了吧 或许自己还能看到的影像 只有几年罢了 这座峡谷就是林明最终的坟墓 这一切都证明 自己当年寄托在林明身上的一些微不足道的渺茫希望 其实只是生为给自己的心理安慰罢了 在林明身上能诞生奇迹 但自己憧憬的那一切不是奇迹 而是不可能 她看到散工中的林明 额头的清津衣衣隆起 她的每一个毛孔都开始喷射精血血雾 这其中的痛苦可想而知 然而此时此刻 林明别说惨叫一声 连她的表情却坚毅如铁 没有一丝一毫的猙獰和扭曲 这样的痛苦 她一力承受 只因她不肯屈服 哪怕前方已经是一片死路 盛美真的不忍心在看了 她已经能预料到接下来的结果 时间流逝 在无尽的痛苦中 林明咬牙支撑着 一年 两年 身体完全破败的林明 竟然咬牙支撑了这么久 一般舞者 疼都疼死了 可是林明的意志太强大 这两年时间 她体内流逝出来的精血 已经染红了整个山洞 那林寻的岩石上 都是凝固的血浆 盛美不知多少次 看到林明趴在地上干呕 看到林明额头上挂着血珠 咬破了嘴唇 她的食指 包括脚趾 都深深地嵌入了岩石泥土之中 混合着血浆 然而她依旧不放弃 她骨子里 有一股不屈的痕迹 盛美轻轻地叹息 双目已经一片迷离 第2153章胎儿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在山洞中 林明竟然在这种状态之下 硬生生地撑了十年 十年后的林明 已经是一个迟暮老人 原本她的背影虽然落寞 但是始终如同一颗轻松一般 挺得笔直 而现在 她的背脊已经扣揉 她的脸上满是皱纹 她的眼睛变得污浊无光 盛美深深地感到 林明要死了 死神的脚步已经逼近 她精通死亡法则 又怎能感受不到 林明体内那逐渐蔓延开来的死气 这就是结局了 盛美闭上眼睛 不忍去看 然而她的感知 还是锁定林明的一切 她亲眼看到 林明的双目从清明 再到污浊 再到失明 再后来 她的身体都不能动了 萎缩的肌肉 已经完全瘫痪 心脏越跳越微弱 一丝微不足道的魂火 慢慢消散开来 一散在天地之间 林明 真的已经死了 那一刻 盛美感觉到 林明魂海中的灵魂 完全失去了色彩 她却还保持着盘坐的姿势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在极度的痛苦之下 她都没有放弃去冲击 那一线根本不存在的希望 曾经叱咤风云的天才 最终的结果 竟然只是在一个下等位面 一个凡人世界中 连名字都没有的荒山山洞之中 孤急地死去 没有人知道 这片小荒山里 埋藏了多么了不起的传奇 此时的盛美 已经满脸是泪 虽然明知林明已死 但她还是在这里静静地守候着 一直守候 她感觉自己的心仿佛被隐生生地挖走了一块 她决心记住这个梦中的位置 将来她要进入天眼大陆 找到这楚荒山 掘出灵明的尸骨 将这尸骨葬入自己的体内世界 一年又一年 盛美在这山洞中 不知守候了多少年的时间 她觉得守候的已经足够了 她想回去了 可是一想起回去 盛美却突然愣住了 她是要回去 可是要回哪里 她突然迷茫了 似乎被挖走的那一块心 其实就是盛美的一部分灵魂 缺失了这部分灵魂 她仿佛突然忘记了回去的路 或者说 她本就没有回去的路 世界之大 无论33天 还是黑暗深渊 没有一处是她的家 家是什么 安全 温暖 温馨 这个世界上 有一处地方 给她安全 温暖和温馨吗 她无时无刻都要面对压力 面对居心叵测的人 面对尔虞我诈的轻压 她根本没有家 根本没有一处能让她轻松的地方 甚至没有哪一处地方 能比这处枯极的山洞 比这一具躺在山洞中的尸体 更加让她心安 想到这里 盛美突然悲由心声 再也不想离开这里 她就像是一个孤魂野鬼一般 一直游荡 不记得自己为什么在这里 似乎记忆中只剩下了守候 她感觉自己仿佛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却怎么想 都根本想不起来了 她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 似乎无穷无尽 要无尽头 而就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 她似乎突然看到 在灵明的尸体上 点亮了一道为不可见的幽光 那道幽光 似乎是一个正方体的一角闪烁出来的 那个正方体之上 还闻刻着某种神秘古老的符文 而那道幽光本身 也似乎拥有无法形容的神秘气息 就这样 飘入了圣美的眉心之间 一刹那 圣美深深地 深深地打了一个寒颤 她仿佛从乐梦中惊醒 身体猛然一震 下一刻 她眼前的幻境如同玻璃一般破碎了 光芒一闪 无尽的念头错纵复杂地飞过 圣美猛然之间 回到了一个幽暗的大点之中 圣美冷汗凌凌 惊魂否定 她知道 刚才自己险些迷失在梦境之中 无法自拔 这就是 心魔 她刚才看到的一切 是因为她心中有魔 才成为无比强烈的执念 一次又一次地牵动出她的魂类 凌鸣在她的记忆中 落下的痕迹太深了 圣美的一生 充满了灰色 她要面对 注定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人生 而这时候 没有任何人能够成为圣美心灵的寄托 因为不管是谁 都会被她慢慢地追上 而后远远地抛在身后 她的内心其实无比地孤独 她需要一个陪伴 而唯一的陪伴 却被她亲手毁灭了 这样的心魔 对她造成的冲击可想而知 舞者面对心魔时 最可怕的念头就是 感觉连幻境中的世界都比现实好 自己都不想从幻境中醒来了 一旦如此 就注定迷失 哪怕圣美九世转生 神魂早已强大无比 也不能抵抗这样的心魔 结果 她在那山洞之中迷失了自我 回想那似乎经历了几十年的梦境 圣美发现 关于灵明的一切 她都记得清清楚楚 灵明的困苦 落魄坚持 她历历在目 现在想起来 还是心如刀绞 而唯独梦境最后时刻 那不知道从那里亮起的 让她摆脱心魔的黑色闪光 她却记不清了 甚至她都不知道 那闪光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 还是只是自己的错觉 是心魔丛生时候的幻觉吗 那到底是什么 正没感觉那道光十分熟悉 她原本应该想起来 然而越是努力去想 她就越是模糊 而就在这时候 思索中的圣美 突然感觉心中一领 她察觉到了一股恐怖气息的灵静 陡然抬眼望去 圣美看到一个脸色苍白 双目微微污浊 身上散发着浓郁死气的少年 从黑暗中缓缓出现 站在了她的身前 这个如同丧尸一般的苍老少年 正是魂帝 圣美心中一缩 见到魂帝 她本来不会意外 可是为何在此时此景中 见到魂帝 这到底是梦境 还是现实 她感觉自己的记忆凌乱了 虽然从刚刚的梦境中苏醒 但仿佛还是有什么重要的东西 被她遗忘了 以圣美开口 然而她还没来得及说话 魂帝却突然看着圣美的小腹 凝笑了起来 一瞬间 圣美全身冰寒 她原本没有如此惧怕魂帝 可是她突然意识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让她的脸刷得一下 血色尽湿 魂帝步步紧逼 而圣美脸色苍白 步步后退 一滴滴汗水 从圣美额头滑落 因为此时此刻 她意识到了可能发生了什么 最终 魂帝将圣美逼到了墙角 她残忍的一笑 指着圣美的小腹说道 你用九转红帘的力量 封住了你腹中的胎儿 是担心胎儿的发育 会分走我留在你身上的图腾恶魔之力 从而惊动我 你将这腹中胎儿疯了七千年啊 加上你在时间结界中的时间 一万年都不止 你可真是用心良苦啊 你打算怎么样 你莫不是天真的以为 你能将这胎儿生出来吗 郑美咬紧牙关 一声不吭 而她的手掌 却悄悄地摸到了虚弥界 已经联系到了虚弥界中的古剑 你要反抗我 魂帝看向圣美 仿佛听到了最好笑的笑话 你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 你的功法 都是我教的 你竟然以为 自己能反抗我 哈哈哈哈 魂帝大笑着 猛然迸发出无尽的杀鸡 而后 她猛然一掌 向圣美的小腹应来 不 圣美发出一声怒吼 这一刻 她就像是因为幼崽受伤而发怒了的母抱 不顾一切地向魂帝出手 不见丝毫光芒的黑色古剑 跳到圣美的手心 向着魂帝 狠狠地 狠狠地劈展下来 然而这一剑 却被魂帝伸出两只手指 轻而易举地捏住了 第2154章梦醒 这一剑很好啊 你的实力提升速度 真是给我了大大的惊喜 魂帝大笑起来 与此同时 在魂帝身体周围 可怕的立场蔓延开来 笼罩了圣美的全身 她的身体瞬间僵硬 完全不能动了 而魂帝的那一掌 稍稍停顿之后 依旧势不可挡地 向圣美的小腹应了下来 在魂帝掌上 那一股股泛涌而起的死亡气息 让圣美全身血液骤然凝固 她拼命想要征脱立场的束缚 然而 彭一声沉闷的声音 仿佛什么被打碎了 圣美狂吐一口鲜血 身体如同一只残疑的蝴蝶一般 倒飞出去 那一刻 她诡异的 竟是感觉不到自己的疼痛 只是觉得她的生命中 瞬间失去了那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让她万念俱灰 结束了 都结束了 这本来就是一个不可能的迷梦吧 圣美感觉自己意识完全模糊 小腹的剧痛 却根本不及她心死之痛的万分之一 她感觉自己的人生无比的可笑 她清楚 自己从头至尾 只是一件工具罢了 她想要在自己寡淡的一生中 留下点什么 她曾经寄希望于灵明 然而灵明却被她亲手毁掉了 她本以为 她未来的人生将再无半点色彩 然而 当她离开天眼大陆 离开三十三天 来到黑暗深渊的时候 她突然发现 自己怀孕了 这是一件圣美一颗心彻底凌乱的事情 她心绪无比复杂 之前 她完全没有想过 自己竟然有这样一天 她没有想到 已经风动内心 注定一生悲情 不沾染世间殷勤的自己 竟然会成为一个准妈妈 原本 圣美并非人足 与灵明云雨怀孕的可能性很低 然而 她却似乎低估了灵明血脉的力量 这个孩子的出现 让圣美六神无主 孩子的父亲 亲手毁在了她 她母亲手中 而且因为种种原因 她根本就没办法让这个孩子生下来 那个时候 魂帝刚刚闭关恋化永恒之魂 圣美可以暂时保下这个孩子的秘密 然而她却知道 一旦这孩子真的孕育降生 势必牵扯到魂帝留在自己魂海中的印记和能量 如此魂帝肯定会知道 哪怕因为闭关她不会立刻出来 然而在她出关之后 她将会承受魂帝的怒火 而这个孩子必死无疑 圣美曾经想过 让这个孩子做一个彻彻底底的凡人 她可以在黑暗深渊开辟出一个类似于33天的美丽世界 买下诸多太古诸族的奴隶 成为这个世界的居民 让他们繁衍生息 而后让自己的孩子出生 她陪伴着她 她看云卷云书 花开花落 自己满足她 她的一切愿望 幸幸福福地度过一生 看着她 她从姑姑坠地 压压血雨 看着她 她慢慢成长 结婚生子 看着她 她垂垂老去 寿终正寝 只给这个孩子短暂的生命 让她 她频繁地出生 在魂帝出关之前就死去 让她 她彻彻底底地以为自己是一个凡人 让她 她 生活在自己编织的梦境之中 然而 当是没想象这个决心的时候 她又犹豫了 她无法想象 等到自己倾注全部感情寄托之后 这个孩子死去之后 她还能留下什么 活在回忆中麻 一只生活在枯枝半叶中的小虫 永远不会知道这个世界的红大云美丽 想要看到这个世界的红大 就要踏上五道巅峰 而羁绊太多 却根本无法坚定本心 然而 若是舍弃一切的羁绊 人生还剩下什么呢 那些日子 盛美觉得自己茫然无助 腹中的胎儿一天天地在发育 她不能做事这种事情发生 于是 她将胎儿的发育封印了起来 她难以看清自己的未来 也不想去轻易安排孩子的命运 可是这么等下去 等魂帝出关 悲剧也会注定 盛美感觉自己掉进了一片死局之中 难道真的她生命中唯一的寄托 也要失去吗 妈妈 你在担心什么呢 在盛美陷入完全的迷茫之中 陡然间 她听到了一个咿咿呀呀 柔柔弱弱的铜音 这个声音 直接触及了盛美心中最柔软的哪一处 盛美身躯一阵 她猛地低头摸着自己的小腹 心绪像是汹涌的海潮一般 剧烈地波动 她感受到了 感受到了腹中那的小生命的生命波动 这是她的孩子 血肉相连 她仿佛刹那间 过去数万年生命中 心中筑起一切信念 在这一生柔嫩的铜音之前 都垮她了 妈妈 我好热 铜音突然模糊起来 似乎极为痛苦 好像有火在烧我 我正不开眼了 火 打来的火 盛美一时奸慌了 她的神念 探入自己的小腹之中 顿时她如坠酒忧深渊 在她小腹里 分明有一股凶利的力量 如同焚尽一切的深渊之火 包裹了她的孩子 想要将这个小生命生生炼化了 这是魂帝刚才那一掌 留在自己体内的力量 不 正没感觉自己的心背影 生生地用斧子劈开了 她双手拼命地 按在了自己的小腹上 用自己的寒冰之力 中和魂帝的邪恶力量 同时保护她的孩子 然而 当圣梅所发出的寒冰之力 接触到那滔天的深渊之火后 却如同冰花掉进了 滚烫的铁水之中 纷纷消融 魂帝的力量太强大了 以她的实力 根本不可撼动 差距太远了 妈妈 我也许要死了 很痛 不要 不要 我的孩子 妈妈会救你 你坚持住啊 坚持住啊 听着那越来越虚弱的铜音 圣梅感觉自己的一颗心 都已经完全粉碎 她好恨 恨自己为何这么弱 什么可笑的天骄 什么舞蹈巅峰 她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 妈妈 我可能 坚持不了了呢 我在妈妈体内好久啊 都不记得待了多久了 其实我好想出事 能看 看妈妈一眼 我的妈妈 一定很漂亮 那萌萌的铜音 在这里轻轻的止住了 就仿佛沉睡之中被打断的梦意一般 圣梅的双手在战斗 灵魂也在战斗 可是 她的小腹中不再有半点生息 不再有那微弱的生命波动 一切的一切 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 不 不 不 圣梅拼命地抓着自己的小腹 指甲刺破了她光滑的肌肤 鲜血淋漓 她双目血红 披头散发 如同女魔 她的孩子死了 她生命之中 唯一的寄托 不再有了 圣梅抬起头 她的双眼之中 留下了两行辛红的血泪 魂帝 她恨不得生食其肉 可饮其血 那一瞬间 圣梅的所有灵魂之力 完全燃烧 像是火山一样爆发 尽数冲入了她的魂海 形成了可怕的风暴 弄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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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仿佛有什么东西碎裂的声音 在圣梅的脑域 圣梅燃烧全部灵魂形成的恐怖风暴 不断地在冲击着一道 捐刻着黑色灵魂的神符 这黑色神符形成了一道光网 禁锢着这片风暴 然而此时 在光网之上 却出现了一道道细微的裂纹 神符 已经抵挡不住了 弄弄弄弄 碎裂声越来越密集 神符越来越暗淡 而那风暴却一发而不可收拾 越来越强大 裂纹已经蔓延了光网的全部 而这时候 被禁锢的力量终于彻底爆发了 彭终于一声爆响 这股狂勇的力量 直接将光网连同神符一起 撕成了碎片 这道神符 本是一个精神印记 它一直风筝在盛美的世海之中 然而这一刻 它彻底爆碎了 与此同时 隔着万千时空 在一片灵魂苦海之中 无数枯骨在沉沉浮浮 而在这片苦海之上 一个一头雪白长发 面色苍白的少年 正盘坐在一堆白骨堆成的岛屿之上 打坐调席 它看起来只是少年模样 但是身上 却溢散着一股尸体才有的死气 它正是三十三天魂帝 从天眼星窃取了灵明的永恒之魂后 这近万年来它一直在闭关 任凭魂海浪喜 任凭枯骨沉浮 可是它这近万年 却如同一座石雕 一动都不懂 而今天 打坐中的它猛然睁开双眼 它猛然看向虚空中的某楚 污浊的同人类 闪过一道深深的骇然之色 怎么 可能 这个苍老少年 猛然站起身来 如雪的白发 像是瀑布一般洒落下来 就像是隐世老妖 它那股井无波 不知多少一年 未曾有过剧烈波动的表情 此时却满是错愕 和不可置信之色 第2155章苏醒 它竟然 冲破了我的 精神印记 以它的实力 这是绝不可能的事情 其实莫说是圣美 就算是三十三天 和黑暗深渊都算上 也没有谁能解开 魂帝留下的精神印记 因为那道印记 深深地扎根到了 圣美的世海 就算有一个魂力 能与魂帝相媲美的人 想要将精神印记 强行解开 会导致圣美世海崩溃 所以那道印记 只能圣美自己冲开 魂帝伸出白的 没有一丝血色的右手 大拇指在食指上 一一点过 推演计算着 他想要算出到底是什么 导致了这一幕的发生 然而他奇异地发现 这件事里 似乎有层层的迷雾 挡住了自己的视线 让他根本看不清 怎么回事 魂帝促眉 他不喜欢有什么东西 超出他的掌控 他眯起眼睛 看着苦海之中 那茫茫的尸骨 终究 他还是重新盘坐下来 让心神众归宁静 虽然自己留在圣美魂海中的精神印记破碎了 然而只要他出关 这些就根本不是问题 目前 完全炼化永恒之魂才是头等大事 而圣美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利用这点时间 将他的实力提升到逃脱自己掌控的程度 而这时候 在魔神之墓中 圣美的灵魂体已经苍白无一丝血色 刚才一瞬间燃烧灵魂 爆发出了他自己都无法想象的力量 超出了他本身修为好几个等级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然而他却发生了 在地震之中 有凡人的母亲 看到自己的孩子压在废墟之中 原本柔弱的女子 却能爆发出远超成年男子的力量 推开五六百斤的大石 将孩子救出 刚刚的圣美 也是如此 这是母性的力量 然而灵魂的过度透支 导致之后身体的极度虚弱 尤其此时的圣美 还沉浸在心魔之中 已经灵魂虚弱的他 根本难以抵挡心魔的侵袭 他已经失去了意识 此时 在杀人湖的湖底 一天幽深的地下洞窟之中 一个身材高大的恶魔 正在蹲在一具尸体旁边 伸出手指刺入这尸体的手臂之中 一点一点的吸收魔神之力 刚才的心魔刺冲击 强度非常恐怖 灵魂拥有魔方 算是受影响最小的了 他还有一体验了一把心魔的攻击 否则的话 他完全可以从头到尾的保持清醒 就这样 灵魂在杀人湖的漩涡之中 下降不知多久 最终被卷入了这一座湖底的地下洞窟之中 在这地下洞窟里 不光有他 还有其他几个失去意识后 一样被卷进来的深渊恶魔 灵魂稍稍一探查 发现这几只恶魔已经死去了 在心魔考验之中 这些深渊恶魔的灵魂根本不足以承受 最终灵魂暴碎而死 之后他们的魂海都被抽空了 体内气血也在缓慢地流逝 大概用不了多久 就会成为这个诡异世界的养料了 看到这一幕情景 灵魂心中感慨了一番 这些死去的恶魔 原本也都是一方霸主级的人物 如今在魔神之墓 却死得如炮灰一般 只能说这魔神之墓的级别太恐怖了 他是33天 连同黑暗深渊 所有大宇宙之中 最恐怖 品级最高的秘境 灵魂开始搜寻 看看这些死去恶魔身上 有没有留下什么有价值的宝物 顺便尝试用荒的吞噬法则 将这些恶魔死后 身上还没来得及一散的 那一点点魔神之力都据为己有 而就在这时候 又是一具失去意识的躯体 掉进了洞窟之中 碰 躯体落地的声音 有些轻微 比起之前几个身材庞大的 深渊恶魔撞击地面的声音 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 灵魂心中一动 向深渊所在地探出了感知 如果运气好 遇到一个刚刚死去的深渊恶魔 自己能够吸收的魔神之力会更多 然而 当灵魂用感知 看到这具躯体的一瞬间 她却一下子呆住了 这刚刚掉下来的不是一个恶魔 而是一个黑衣女子 浑厚圣美 圣美 勾撑不过心魔的冲击 灵魂心中一景 感知探查过去 圣美还有呼吸和心跳 只是她脸色惨白 嘴唇发青 她的生命之火已经十分微弱 显然因为刚才的心魔考验 而透支严重 她还沉浸在心魔之中没有醒来 这一幕 让灵魂极为意外 虽然说这心魔攻击十分恐怖 灵魂是靠着魔方才轻松过关 可是如果真的没有魔方 灵魂拼上自己的永恒之魂 付出一定代价 大概也能支撑过来 在灵魂看来 就是转身圆满的圣美 神魂力的强大毋庸置疑 她虽然不如自己这么轻松 但也总该能过关才是 不该连意识都没有了 灵魂用感知扫了一下 已经昏迷的圣美 完全抵挡不了灵魂的感知 灵魂的这道感知 毫无阻碍地进入了圣美的魂海 看到圣美魂海的情况 灵魂倒吸一口气 她之前猜到圣美神魂透支了 但是没有想到会透支到这个样子 整片魂海 竟是干涸了大半 而在魂海上空 聚集着乌黑的阴云 阴云之中 群魔乱舞 这是圣美的心魔 其强大程度 比灵魂的心魔还恐怖 圣美 有这么可怕的心魔 这每一道心魔 都是圣美心中的执念和害怕的事情 难怪她就是转身的神魂都承受不住了 灵魂摇了摇头 近乎枯竭的魂海 再加上如此强大的心魔 圣美还能保持着生命气息 没有像其他恶魔一样死去 已经是奇迹了 灵魂微微沉吟 现在如果自己不及时救她的话 她多半会永久地沉睡过去 不再能醒来 就算醒来 也会对魂海造成永久性的创伤 可是救了她 日后也不知道自己与她到底是敌是友 自己跟魂帝 终究有一战 到时候 圣美可能对魂帝倒个麻 说不定 魂帝有什么手段制约着圣美 到时候自己要战魂帝 恐怕先要过了圣美这一关 那样的话 她就是自己给自己找苦头吃了 眼看着圣美神魂渐渐虚弱 灵魂叹了一口气 撑开鸿蒙立场 封锁了四周 而后她右手一翻 小巧的魔方出现在了她的手心 圣美也算救过自己 否则的话 七千年前无论是飘雨神王还是魂帝 都能轻易取走自己的性命 不管怎么说 先救下圣美 即便救下她 她必然还很虚弱 完全不会是自己的对手 自己是不是可以制住她之后 得到更多关于魂帝的秘密 只是那样的话 她的身份就完全曝露了 万一魂帝在圣美身上留下了什么标记和后手 她如走圣美 就极有可能提早面对魂帝 现在的情形 可以说错纵复杂 这时候 从魔方之中 一个身穿红衣 脸色红扑扑的小女孩幻化出来 好奇地看着地上昏睡的圣美 林哥哥 这不是圆梦宇宙的那个姐姐吗 嗯 是她 林明淡淡地说道 一只手在魔方上轻轻一拍 魔方表面的某个符文稍稍闪亮了一下 一道幽光射入了圣美的眉心 那笼罩在圣美魂海上空 如层层阴云一般的星魔 在这幽光之下 纷纷如冰雪般消融 很多星魔惨叫着 狂吼着 想扎入圣美的魂海中躲避 然而终究被这道幽光卷入其中 灰飞烟灭了 随着所有的星魔被清除 林明意念一动 又在圣美魂海中 注入了一股的神魂之力 这之后 圣美仿佛像是经历了不知多少年的沉睡和等待一般 慢慢地 悠悠地 睁开了眼睛 第2156章孩子是谁的 王龙的视野 渐渐清晰 映入圣美眼帘的 是灰暗的地下洞穴 连续数次 纷乱的人物 变幻莫测的环境 让她分不清到底眼前是梦境 还是现实 我这事 一瞬间 圣美想起了什么 陡然间 冷汗凌凌 我的孩子 圣美一声惊呼 双手按住了自己的小腹 她原本已经绝望 然而让她完全愣住的是 当她摸到自己的小腹之后 她分明感受到了那一缕 被压在封印之下 只有她能感受到的 极为微弱的生命波动 那一缕波动 就好似一株被深埋在 土壤之中的幼芽 虽然幼嫩 但是却依旧奋力地成长着 只是在这幼芽之上 却有一层淡淡的封印 像是一块大石 压住了她的成长之路 经历着梦境中的种种 感受着孩子的生命波动 以及生命波动之上 那层冰冷的封印 那一刹那 圣美身体颤抖 泪水夺框而出 我的孩子 还在啊 圣美抱住自己的小腹 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这一刹那 她的感情像是绝了蹄潮水 完全爆发出来 这份感情 压抑了数万年 这数万年时间里 她一直是那个高高在上 不识人间烟火的清冷女神 而在这一刻 她却只是一个脆弱而无助 闪烁着母性光辉的小女人 她可以没有一切 或者说 她本就没有一切 但是 她不能再失去她生命中唯一的寄托 为此 她可以付出任何代价 我的孩子 妈妈再也不会封印你了 再也不会 圣美喃喃地说出这番话来 那一刻 在她内心之中 仿佛有什么东西发生了蜕变一般 她那因为冲破魂帝封印而过度透支 变得无比虚弱的灵魂 开始慢慢地闪烁出七彩流光 这股流光非常的虚弱 比起巅峰时期圣美的灵魂之光简直为不足道 但是 这份流光却带着一股难言的意境 她无所畏惧 披荆斩棘 虽然圣美此时已经虚弱到极致 但是这数万年来 她的武道之心 从未像今天这样坚定 然而就在这一刹那 满面是泪水的圣美陡然心中一寒 刚才醒来的时候 她因为感情波动太剧烈 同时自己身体也极为虚弱 她竟是完全没有注意到周围的环境 而现在 她分明感觉到 背后有一个人 圣美猛然转身 看向她身后 目光一片冰寒 在自己身后 有一个身材高大的恶魔 正皱着眉头 眼中带着深深的疑惑之色 用古怪的表情 看向自己的小腹 你 圣美怎么都没有想到 刚才自己的所有表现 都被一个恶魔看在眼中 这让她又羞又怒 她有身孕之事 是天大的秘密 如果被魂帝知道 后果不堪设想 若是平时 有恶魔知道这件事的话 圣美定然会 被杀人灭口 可是现在 她自身无比虚弱 而且眼前的这个恶魔 是你 圣美愣住了 这个恶魔 不正是跟自己 联姻的那个麻 原本圣美对这个 古咒宗的第九长老 心无恶感 但是被撞破了 这样的事情后 圣美深吸一口气 感觉现在的情形 已经糟糕透顶 自己一直保密 怀孕的事情 之前有不知 多少恶魔要跟她联姻 圣美在被此事惹烦了之后 她直接提出同阶战胜她 才会考虑联姻之时 为了让那些追求者望而却步 圣美每次应被挑战的时候 都毫不留情地把那些挑战者打成重伤 甚至让对方在床上躺个一年半载的 杀鸡锦喉 原本效果十分显著 已经几百年没有人打自己主意了 可是谁知道偏偏去年就出了一个这样的怪胎 好不容易跟这个怪胎谈妥了条件 自己连圣点死之篇都拿出来了 让对方同意与自己只是做名义上的夫妻 平时井水不犯河水 可是当一切都解决了之后 居然被她知道了自己怀孕的事情 且不说她会不会泄露这个消息 光说她跟自己的特殊关系 恐怕没有哪个男人 愿意自己头上绿油油的椅片 更没有谁 愿意自己莫名其妙地成了别人孩子的爹 尤其对方 还是一个如此优秀 心比天高的高等恶魔 对形式粗暴的深渊恶魔而言 遇到这种事情 肯定会炼化掉胎儿 甚至直接抱起杀人 就算不抱起杀人 她一目之下 找到冥王道高层去理论 那也是后果不堪设想的事情 盛美下意识地摸到了自己的虚迷界 手心已经庆出了微微的汗朱 因为现在的她太虚弱了 别说是连她巅峰时期 都对付不了的灵明 就算是一个普通天尊 盛美都不是对手 一旦对方动起手来 自己会被肆意蹂躏 那个时候 对方恼羞成怒 直接杀掉胎儿并强奸自己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 然而面对盛美的戒备和杀戚 林明却似乎浑然味觉 她依旧以一个古怪的表情 看着盛美腹中的孩子 眼神中流露出浓浓的思索之色 她的第一反应就是 这孩子肯定不是自己的 这都七千年了 自己当初如果留下孩子 早该出生了 可是她接下来有隐隐地听到 盛美字语中封印之类的字眼 似乎这个孩子的成长被封印了 如果那样的话 就耐人寻味了 而且刚才林明以感知探查 也确实隐隐地感觉到 盛美小腹之内的封印 而孩子那原本就微弱的生命波动 被直接隔绝在这封印之下 自己感觉不到了 这孩子到底有没有可能会是自己的 林明不会自作多情 毕竟已经七千年了 盛美的感情生活有什么变化 自己又怎么清楚 李腹中孩子是谁的 林明忍不住问道 丝毫没有去理会盛美的戒备 你管这么多做什么 反正不是你的 盛美声音冰寒 林明关于孩子生父的询问 让他警惕起来 通常情况下 莫名其妙接盘的男人 在恼羞成怒后 会问出这种问题 在找生父算账 虽然说孩子的父亲已经死了 但是他还有家人 朋友 家乡 如果将来 黑暗深渊入侵33天的话 难保眼前的这个恶魔 不会刺激暴富 林明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也是自己问这问题本来就有些弱智 这种事情 原本就是冥王道圣魔女的污点 圣梅怎么可能告诉自己 有条件 你可以提 圣梅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她看到林明似乎没有失去理性 不顾一切地对自己出手 语气上便服软了 毕竟现在 她根本不是林明的对手 几乎没有反抗的资格 条件 林明摸了摸下巴 目光依旧在圣梅小腹之上打转 她想透过封印 捕捉到那股属于孩子本身的生命气息 只要有了这股气息 她就可以判断出 这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孩子 可是偏偏 圣梅当时为了掩饰自己怀孕的事情 将所有属于孩子的气息都封在了小腹之中 根本不泄露出半点来 如果林明想要强行突破倒也可以 但是她又怕伤了孩子 是 任何条件 除了我的身体 还有孩子性命之外的任何条件 你都可以提 甚至包括我所修的功法 你要 我也给你 你大概也知道 我所修功法品级超出了真神级 而且它有两个篇章 之前我给你的只是死制片而已 现在 我可以给你完整的 圣梅已经做好大出血的准备 毕竟现在 连逃跑都不能的 她完全没有任何话语权 第2157章魔神浮雕 生制片吗 我兴趣不是很大 林明有些意外地看着圣梅 她没有想到 圣梅竟然如此紧张这个孩子 这似乎与林明以前 对圣梅的认知有所偏差 林明认知中的圣梅 虽然也会动情 但她还是有自己的野心 在某些时候 为了野心 她可能会选择性地牺牲一些东西 可是今天 圣梅因为她腹中的孩子如此失态 让林明不但心中意外 同时对圣梅的印象 有了些许改观 那你想怎么样 圣梅警惕地看着林明 注意着林明脸上每一丝表情 至少在现在她并没有在林明脸上寻找到愤怒的痕迹 这个恶魔竟然这么好说话 我想让你解开封印 让我查一查 这个孩子的气息 林明看着圣美的小腹 慢条斯里地说道 如果是她的孩子 她一查气息 自然一下子就能认出来 而且定然要为孩子负责 可如果不是自己的孩子 想到这里林明也有些叹息 不是自己的孩子也就罢了 反正她跟圣美之间 敌人的成分更多一些吧 那荒唐的缘分也到此为止了 她救过自己 自己也救过她 一切都扯平了 日后再见 该是仇敌 便生死相向了 探查孩子的气息 圣美愣了一下 似乎没有想到 林明提出这样的条件 孩子的封印她早晚要解开 不过在魔神之墓中就解开的话 必然会有很大的麻烦 因为魔神之墓中 还有一个名童 一旦被她发现 就等于被魂帝知道了 圣美一时间有些犹豫 而就在她犹豫的这一刻 突然一声爆响传来 仿佛什么坍塌的声音 林明和圣美心中一领 感知立刻探查过去 不过圣美现在身体虚弱 她感觉前方有什么东西 阻碍了自己的感知 一时没办法便清发生了什么 而这时候 林明却已经查到了事情的起因 她眉头为皱 眼中闪过一丝一芒 哈哈哈哈哈哈 我本以为都死绝了 没想到 还有两个活下来的啊 一个张扬的声音传来 竟是来自于大红太子 一瞬间 圣美一颗心揪紧 中尉真神顶峰的大红太子 糟了 而且对方显然已经发现他们了 这可怎么办 圣美心中焦急 这个时候对她来说 情况太糟糕了 如果她是全胜时期 虽然对付不了大红太子 但是如果跟林明联手 还能让对方忌惮 可是现在就剩林明一个 别说她没理由保护自己 就算她肯保护自己 也绝不是大红太子的对手 这时候 林明一言不发 抬脚便沿着山洞向前走去 她的前进方向 正是大红太子笑声传来的地方 你 圣美愣了一下 其实现在林明做出的理所当然的决定 应该是丢下自己 一个人逃走 这样的话大红太子还可能追不到她 毕竟林明也不弱 而且这地下洞窟之中环境复杂 谁知道会出现什么 大红太子说不定会追丢林明 当然自己的下场 必然是最凄惨的那种了 眼看着林明在黑暗山洞中 默默前进的高大背影 圣美心情无比复杂地跟了上去 她没有问林明为什么 只是默默地跟着 一路走过去 圣美又看到了几具尸体 这些尸体都是跟他们一起下湖的恶魔 可是现在 他们都觉了生机 显然是死在了心魔中 这一幕让圣美心中声寒 这杀人湖中的心魔攻击太恐怖了 自己也两度陷入心魔之中 无法自拔 一次是目睹林明的死 自己似乎瞬间就心灰意朗 不想离开林明死去的山洞 在就是腹中的孩子被魂地杀死 那一刻她真是万念俱灰 生不如死 如果不是那奇异的黑色幽光救了自己 她现在恐怕也跟地上的尸体差不多了 就算还吊着一口气 也早晚要魂海崩溃 想到这里 圣美有些奇怪 到底是谁救了自己 那黑色幽光又是什么 看着林明的背影 圣美不禁疑惑 眼前的这个恶魔 经历了心魔攻击后 简直跟没事人似的 她的灵魂也太强大了些 又或者可能 她的心魔太弱了 这些 圣美暂且不想去探究 关键是那道黑色幽光 当时自己醒来的时候 只有这个第九长老在场 难道那幽光会跟她有关 圣美正想着 这个时候 林明的脚步缓慢了下来 他们不知不觉 走入了一片强大的立场之中 之前圣美释放感知 未能第一时间探查出发生了什么 也是因为这立场的隔绝了 圣美凝神望去 顿时心中一沉 在他们身前不远处 有一片无比广阔的地下空间 而在这片空间的入口 一个身穿紫巾战甲的恶魔副手而立 背对他们 这个恶魔前方就是一个大悬崖 她正俯下身来 看着悬崖下的什么东西 圣美感知一扫 便隐隐地看到 这悬崖足有千丈深 而在悬崖下面 弥漫着层层的雾气 这雾气之中 隐藏了一块巨大的岩石浮雕 这岩石浮雕方圆十里有余 它雕刻的是一个三头六臂的魔神 这魔神容貌猙獰 六只手臂分别持有不同的武器 似乎是宇宙的主宰 在这魔神的背后 还有诸多的高等恶魔 是他手下的士兵 而在魔神的嘴中 则含着一口缠着锁链的青铜棺材 这青铜棺材有两丈长 一丈高 被粗大的锁链紧紧地困住 不知道里面到底藏着什么 周围空气中那恐怖的立场 似乎就是从这的魔神雕像 还有这具青铜棺材中传来 来了啊 第九长老果然是英雄人物 刚才如此强大的心魔冲击 都未能对你有什么影响 本王真是深感佩服 而且 此经战甲的恶魔缓缓转身 他正是大红太子 此时 他手持一柄鬼头长刀 刀锋别在身后 正笑盈盈地看向灵明和盛美 而且 你还敢来面对本王 勇气可嘉 大红太子说话间 眼中寒芒一闪 看到大红太子 盛美的脸色顿时更加难看了 原本他还指望大红太子 在心魔考验中受点伤 灵明能够一个人对付 现在看来 大红太子根本什么事都没有 情况到这一步 真是无比糟糕 无论大红太子还是灵明 他们现在的实力都远在自己之上 自己根本很难掌控命运 而如果真的要选一个让盛美面对的话 那定然是灵明 毕竟对方看起来人品不算差 对自己没有什么称人之为的意思 而且他心胸开阔 即便遇到自己怀孕这么荒唐的事情 也没有暴怒 还似乎能谈一谈条件 可是对大红太子 盛美就完全不指望了 他根本就是一体吃人不吐骨头的恶狼 而且还是色中恶鬼 如果自己落在他手上 后果不堪设想 彼此彼此 太子殿下不也没什么事情 安然度过心魔了麻 灵明啼笑若不笑地说着 他隐隐地感觉到 经过杀人湖的心魔冲击之后 进入这片秘境还活着的人 似乎只剩下他们三个了 想到还有两个下位真神 也在心魔冲击之中陨落 灵明感到暗暗心惊 那可是真神啊 不过想起来百亿年前 千亿年前这个宇宙的真神数量 远胜于现在 灵明倒也觉得勉强可以接受一点了 哈哈哈哈 本王修炼的功法 原本就有克制心魔的功效 本身又有一件隔绝心魔的宝物 这才侥幸安然度过 否则的话 就算度过了 也要付出不小的代价 哪有第九长老这么潇洒呢 你看 就算是圣魔女殿下 似乎也并不轻松呢 咦 似乎圣魔女殿下 现在剩下的实力好像不多了啊 大红太子似笑非笑地看着圣美 懒洋洋的目光之中 蕴含着一丝色欲和贪婪 他当然之前用感知探查到了 圣美的情况了 也正是因为圣美的重伤 他才认定自己已经稳操胜券 只要干掉了林明 无论是这个地下洞窟的机缘 还是圣美 都已经属于他了 第2158章战太子 洪玄 感受到大红太子目光中那赤裸裸的侵略性 圣美心中怒急 双目之中 迸发出宛若实质性的杀鸡 哈哈哈哈哈哈 大红太子突然大笑起来 圣美的反应 让他愈发肯定 圣美上的击重 根本就无力再战了 他那杀起 看似厉害 但少了最本质的能量支持 只是虚张声势罢了 想到这里 大红太子看向林明 笑容已经逐渐争吟了起来 没有了圣美 他单独对一个林明 已经胜券在握 第九长老 你来得可真是巧了 本王正在谋划着打开那口青铜棺材呢 这个离奇的秘境 似乎就是埋葬着这一口青铜棺材 我们都走到了这一步 又怎么能错过 我刚才已经探查过了 这空间之中 并没有什么机关陷阱 只是这口青铜棺材 却被阵法封住 寻常办法难以打开 你我合作如何 大红太子突然话锋一转 缓慢地说出这番要跟林明合作的话语来 林明心中冷笑 这种话 骗小孩子都不信 你到底想说什么 哈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刚才经过一番探查 侥幸读懂了这魔神浮雕上 绢刻的一些古老的图腾密文 似乎这些密文 都是要引写的正法 我刚刚扔了几具尸体下去 果然发现尸体的气血晶圆 全部都被魔神浮雕吸收了 我就想着 是否可能 如果喂饱了这魔神浮雕 青铜棺材就会打开呢 大红太子说到这里 摸着下巴 又摇头道 可惜啊 这些尸体体内的气血晶圆都不够强大 我想 也许活得高等恶魔的气血更有效呢 所以我就找阁下来帮个忙 是一事啊 大红太子用商量的语气 说出这番充满杀气的话语 这种感觉就像是好生好气地问别人 借人头一用行不行 林明眯起眼睛 如刺刀一般的目光 射向大红太子的面庞 他也很想知道 这密境之下压着的是什么 他会堂而皇之地走过来 也是为了探查这一点 而至于对大红太子 已经是免不了的一战 突然间 大红太子身上爆发出狂猛的气息 宛如火山爆发 肆意冲出 吼 随着一声狂猛的咆哮响起 在大红太子身后 站起来了一头猙獰的恶魔 这恶魔带着一股浓浓的煞气 四分五裂 画成流光向圣美和林明扑来 圣美心中一颈 全神戒备 而刹那间 他发现这些流光的目标并不是他们 而是绕过了他们 在他们身后凝结成一道图腾封印 劈里啪啦 强大的能量 在地下通道之中交织 发出了类似于雷霆的巨响 最终 一道图腾封印 完全封锁了这片空间的出口 林明 圣美还有大红太子 已经被锁死在这恶魔浮雕所在的空间之上了 如果说 刚才大红太子还只是露出敌意 而现在 封死这片空间后 他已经是等于将獠牙露出来 抵着林明和圣美的脖子了 同学 你好大的胆子 李莫不是以为 在这里对我出手 出去之后 无人知道吗 圣美冰冷地盯着大红太子 一字一顿地说道 哈哈哈哈 圣魔女殿下 你误会了 我可没打算对你出手啊 我只是想料理了你身边这只癞蛤蟆而已 至于圣魔女殿下 我让你一会儿好好享受都来不及 又怎么舍得对你出手呢 嘖嘖嘖 圣魔女殿下是世间角色 冠绝黑暗深渊 你有黑暗天使的血脉 你若跟了我 日后我继承大红魔国大帝之位 而你 等着明那的老东西归西之后 就顺理成章地接手明王道 我们再找机会杀掉那个暗眼的明童 到时候 整个黑暗深渊 最强大的两大势力便联合在一起 我就是新的魔神 你便是魔神夫人 从此你我主宰深渊 建立属于我们的不朽王朝 大红太子充满诱惑地说道 如果说 刚才他还有几分隐藏 而现在 他这一双眼睛中 已经完全是赤裸裸的欲望了 而就在这时候 一声刺耳的痴笑声响起 灵灵一只手轻轻转动着须弥界 像看傻逼一样看着大红太子 新的魔神 你不撒泡尿罩罩自己的德性 你也配 莫说 那个似乎跟黑暗深渊 有千丝万缕联系的魂帝 还有神秘无比的明宇红 就算是那个阴瑟瑟的 让人看不透的明童 灵灵都觉得 要比眼前这的大红太子靠谱得多 如果真的有新的魔神出现 怎么轮都不会轮到这个家伙身上 不过被灵灵讽刺 大红太子也不怒 他用更加不懈的目光看向灵明 那目光就像是在看一个死人 做癞蛤蟆要有做癞蛤蟆的觉悟 一群癞蛤蟆被圈养起来 总是叫得最欢的那只癞蛤蟆 被宰杀得最早 你还真是急着死啊 那我成全你 大红太子说话间 全身筋肉暴涨 那一条条的肌肉 宛如蛇一样游走起来 发出嘶嘶嘶的响声 随后他脚掌猛踏地面 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哄响 他魁梧的身体 就像是一只快如闪电的巨猿 一般冲出 一爪拍向了灵明的天灵 小星 红旋的力量非常恐怖 盛美的传音 以及快的语速 传入灵明的脑海之中 灵明目光一宁 面对大红太子 他不会有任何大意 这绝对是一个棘手的敌人 他又必猛然一甩 在他体内世界 道宫九星光滑大放 搜 覆盖着猙獰海骨的暗龙枪射出 枪间直射红旋 弄插 一声巨响传来 大红太子握爪成拳 而后这一拳竟是不可思议地改变了攻击轨迹 一击砸向了暗龙枪的枪杆 枪杆被硬生生地砸弯 碎裂的骨片击射开来 达命来 大红太子一声宁笑 另一只手闪电般弹出 有黑的鬼头刀 如同毒蛇一般斩向灵明的脖子 这一刀斩出之后 似乎其中蕴含了千千万万的魔神 所有魔神猙獰的咆哮 笑声铺天盖地 一切攻击 都如电光石火 吼吼吼 放眼望去 每一个恶魔都是强大无匹 杀鸡无限 灵明双臂横挡胸前 身体暴退的同时 体内魔神之力爆发 毫无保留地灌注暗龙枪之上 一时间成千上万道枪芒击射而出 这每一道枪芒 都油水桶粗细 风锐无极 它们就像是一条条狂舞的蛟龙 一切阻挡 全部洞穿 叉叉叉 一只又一只的恶魔被枪芒撕裂 场面惊天动地 然而任凭灵明和洪玄的厮杀场面如何激烈 可是当那肆意流散的能量冲出去之后 却完全无法毁坏这片空间 这里的墙壁 地面 都有神秘而古老的图腾皱纹守护着 能量冲击在皱纹之上 激荡成了水波一般的涟漪 而后被反弹开来 一次次的反弹 两大真神级高手的交手的力量 在这密闭空间之中形成了狂猛的风暴 这风暴也笼罩了圣美 置身于风暴之中 必然会承受无差别的攻击 圣美下意识地用双手护住了自己的小腹 身影一闪 她化成一道流光 飞过了悬崖 躲在悬崖对面岩壁中的山体凹陷之中 在这里 风暴减弱了大半 以圣美的力量 完全可以抵挡下来 她站在岩石之上 看向风暴中激战的林明 面色无比复杂 她没有想到 这个男人 竟然胆敢面对中卫真神顶峰的大红太子 这其中的境界差距 太大了 虽然一开始 林明没有落入下风 但是她却知道 大红太子只是随意的一击 根本没有发力啊 第2159章十万天谋 天空之中 大红太子手持鬼头长刀 凌空而立 在她身后 万千恶魔呼啸 源源不断地向林明扑杀而来 枪芒闪烁 一头又一头的恶魔被林明斩杀 然而大红太子看到这一幕 心中微微惊讶的同时 却也只是冷笑一声道 我还真是低估了你 本以为一刀万魔斩已经能够料理你了 没想到你还能挡下来 既然如此 我就让你开开眼界 大红太子说话间 竟是慢慢地脱掉了自己的战甲 紫金色的战甲 一层层的剥落 这让林明心中微微一呆 一般舞者对决 都是一件件的底牌和兵器拿出来 可是大红太子 竟是把自己的战甲脱去了 而当大红太子摘掉了胸甲和背甲的时候 看到眼前的情景 林明一时尖头皮发麻 大红太子紫金战甲之内的血肉 缠着一条条并排的细锁链 这些细锁链穿着一个个猙獰扭曲的灵魂 整整齐齐 无穷无尽 这些灵魂当中小的只有米粒大小 大的却有拳头大 他们有的痛苦的哀嚎 有的则猙獰的咆哮 那些拳头大小的恶魔 一个个都凶狠无比 他们掉在了大红太子的身上 张口吞噬着大红太子的血肉 战甲解开之后 他们就像是一群被放出笼子里的恶虎 此时这群恶虎看着林明 目光中流露出无限的贪婪之色 这 在林明身后 盛眉倒吸一口凉气 这大红太子虽然身体是猙獰的恶魔 但是却拥有类似于人类的面孔 甚至还算英俊 看着原本勉强过得去 可是他解开战甲露出的这一群魔鬼 直叫人不忍直视 这个大红太子 竟然在铠甲之下藏了这么多魔头 就像某些毒蛊师用血肉饲养毒蛊一般 他用血肉来饲养恶魔 让人作呕 想到大红太子的那些嫔妃 圣美都难以淡定了 难以想象他们平时忍受的都是何种非人的折磨 嘿嘿 一般的恶魔穿战甲都是为了保护自己 而我却不同 我的力量 还有我养的恶魔亡灵太强大了 有时候 连我自己都控制不了 平时我只得用铠甲将这些恶魔封印起来 能让我解开紫金铠甲来对付你 你已经足以自傲 我想对付你的话 只先开背甲和胸甲 已经足够了吧 大红太子轻蔑的一笑 手中长刀的鬼头雕塑猛然亮起了一道鸿芒 就仿佛一只被封印了的恶魔首领 在长刀中复苏 十万天魔 大红太子大吼一声 接下来 他的肉身就像是一个魔窟 飞出了大量的恶魔 一时间 恐怖的恶魔咆哮声铺天盖地 宛如一场酝酿的风暴 比起之前 恶魔虚影的数量翻了十倍 从原来的一万多头 变成了十万头 十万天魔 每一头都散发着凶利的煞气 一起向灵明扑来 一时间 漫天都是层层叠叠的魔影 根本分辨不清 灵明的羌芒 一开始还能动穿魔影 在魔影的数量猛然翻了十倍之后 一道道羌芒都被魔影弄插弄插地吃掉了 大红太子双手一合 巨大的鬼头刀影铺天盖地的笼罩下来 如此恐怖的招式 即便灵明的恶魔肉身十分强大 在这股风暴的笼罩之下 血液全身气血沸腾 仿佛体内的气血之力要被这重重叠叠的魔影抽走一般 中卫真神 强大毋庸置疑 灵明身体暴退出去 成真神已经很难 成中卫真神就更难了 何况大红太子算是潜力较大 在未来可能达到尚未真神的存在 对这样的对手 灵明也感到了吃力 眼看着眼前层层叠叠的魔影 灵明瞬间启动了体内的修罗之血 轰一声爆响 灵明身体暴涨开来 他身上的骨瓷变得更加猙獰 原本琥珀色的双目 变得血红一片 在灵明体内世界 本尊的力量爆发出来 一个修罗战神的虚影在本尊背后升腾而起 修罗之力 毫无保留地灌注到恶魔分身体内 恶魔分身双手虚化转轮 一个巨大的黑色轮盘凭空出现 修罗转轮 修罗路主人的武道原本就偏向于杀伐之道 一招修罗转轮 同样是万魔咆哮 充斥着争争杀伐之意 尤其现在灵明还以恶魔之力演化出修罗转轮来 其邪恶程度 竟是看起来比大红太子的十万天魔有过之而无不及 轰 魔艳滔天 重重叠叠的魔影在这一次对撞之中灰飞烟灭 灵明的修罗转轮激烈的震荡 竟是有种承受不住 要裂开的趋势 灵明心中一惊 大红太子的实力确实强大 这是一个容不得他半点大意的对手 而这时候 大红太子心中其实惊讶更甚 万魔斩没能对付灵明也就罢了 全当他低估了灵明 可是后来的十万天魔 竟也被灵明勉强挡住 这就让他惊恶无比了 刚才他胸有成竹的表情 现在已经凝固在了脸上 大红太子眼中寒芒一闪 他又掀开了左臂的紫禁战甲 又是一万多头恶魔虚影冲出 之后 大红太子猛的一拳锤在自己的胸口 他喷出了一口黑血 这口黑血就喷在了这层层叠叠的恶魔虚影上 被恶魔虚影群直接吸收掉了 这些是大红太子的精血 不过 大红太子所修功法特殊 他身上所有的天魔 都是他自己本人炼化的 这些天魔虽然此时吞噬他的精血 却不算损失 只是精血从大红太子身上 转移到了恶魔虚影的身上而已 从这种层面上说 这些天魔虚影 都等同于大红太子的分身 现在大红太子 等于将他更多的力量 用在了分身上 不过不管怎么说 在圣美看来 大红太子动用了精血之力 都是事实 哪怕不是燃烧精血 也足够惊人了 一个中卫真神 面对灵明的时候 竟然动用了精血之力 这实在是逆天了 吸收了大红太子部分精血的恶魔 变得更加残暴 他们呼啸着灵明扑来 已经完全压制了灵明的修罗转伦 通龙 一声暴响 修罗转伦彻底碎裂开来 无尽的能量融为一体 形成了恶魔之力的风暴 肆意击射 灵明身体矩震 胸口的骨甲几乎碎裂 他身体翻滚着倒飞出去 蓬 灵明重重地撞在闪烁着符文的石壁上 一口鲜血沿着嘴角溢出 而与此同时 大红太子也在风暴中倒退而出 原本一级急伤灵明 虽然效果比大红太子预想的还是差了点 但好歹是急伤了 大红太子总算舒爽了一点 然而就在他身体刚刚落稳的一瞬间 他脸上的邪笑骚然凝固了 修罗转伦崩碎后的碎片 竟是混入了这股能量风暴之中 而后如暗器启发 一起射向大红太子 哼 大红太子冷恒一生 一拳轰碎了九成九的碎片 然而依旧有少量的碎片 擦破了他的灵甲 没入了他的身体之中 这每一道碎片之中 都蕴含着生死意境 他的力量生生不息 难以被压制 而且这股力量湮灭一切 大肆吞噬大红太子的血肉之力 使得他第一时间 无法将这些碎片的力量 给清除掉 这时大红太子目光一寒 灵明的力量十分诡异 蕴含着他难以理解的法则 而这个时候 圣美心中惊讶更甚 以乐魔之力为媒介施展 出来的修罗法则 他因为并不精通 一时间认不出来 可是他十分熟悉的生死法则 他又怎能认不出 他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在小半年前 刚将深奥无比的圣典死之偏 给了灵明 而且只给了区区三天而已 在圣美看来 灵明就算在天才 也不可能参悟出格 所以然来 甚至理应什么都参悟不到 可是他没想到的是 灵明不但参悟出来了 而且如今他用出来的 还是近乎完整的圣典法则 这怎么可能 第2160章天魔大阵 圣典法则 分生死轮回之道 而无论是生之道 还是死之道 即便有完整的典籍支持 也要通过长时间的参悟和修炼 绝不是一年半载就能完成的了的 而现在 眼看着眼前高大的恶魔施展出来的 圣典法则 虽然在某些地方逊于自己 但也相差不远 而且灵明对圣典法则 还有独到的理解之处 这些理解跟圣典完全不同 圣典这个时候 感觉自己的思维已经乱了 眼前这个古咒宗帝九长老 为什么会通晓圣典法则 圣典来不及细想 而这时候 灵明和大红太子再度激战在了一起 这一次 大红太子终于不再隐藏 他身上爆发出耀眼的神盲 将所有的战甲都揭开了 随着紫禁战甲一块块脱落 大红太子周围 魔气森森 无数的天魔咆哮着冲来 全力以赴之后 大红太子身边的天魔数量 再度翻了一倍 变成了二十万 二十万天魔 汇聚到一起 形成了一个圆盘形的大阵 这大阵 似乎是一个古老的图腾 二十万天魔 组成了图腾之中的密文和图案 整个大阵浑然天成 威力不可同日而语 看到这个天魔大阵 灵明面露凝重之色 如今 对恶魔力量越来越了解的他 当然能够看得出这个阵法的威力 而这时候 圣美还笼罩在两人交手 所产生的强烈风暴中 他眼看着天魔大阵形成 大红太子的气势不断攀升 而灵明的气势被完全压制了 大红太子的力量 何止提升了一倍 而反观灵明的力量 却因为刚才的对撞而减弱了许多 此消彼偿之下 谁强谁弱一目了然了 圣美看到灵明默默地握紧了暗龙枪 想要帮助他什么 可是终究力量所剩无几 什么都做不了 他已经感觉到 或许因为之前的心魔冲击 再加上自己现在处于过度削弱的情况下 抵御这漫天风暴 慢慢的他感觉自己的小腹有些疼 这让他心如刀割 他不怕自己有事 就怕腹中的孩子被伤到 再这么下去的话 他真不知道后果会如何 原本 圣美体内留有魂帝留下的图腾之力 只要他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 就能动用这股力量 将一切危险抹杀 可是 这股力量需要魂帝的精神印记来驱动 圣美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 凭借着母性力量 透支自己的全部心神 冲开了魂帝的精神印记 自此 圣美暂时性摆脱了魂帝控制的同时 却也失去了动用魂帝力量的能力 不过对圣美而言 他宁愿去死 也不愿意再回到魂帝的阴影之中 风暴中 圣美紧紧地按住自己的小腹 心神战斗 现在的他已经再也没有任何一张底牌 他能依仗的只有林明 可是林明胜利的希望真的很小 如果林明被杀 自己会生不如死 而孩子的下场只会更惨 圣美咬着嘴唇 看向林明 此时的林明正手持骨枪 面对大红太子的背影 他后背的骨甲 因为刚才剧烈的撞击已经裂开 流出了淋漓的鲜血 看到那触目惊心的红色 圣美一双美眸之中 复杂之极 虽然圣美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这个未婚夫 但是在生死一线的时候 在不知不觉中 林明这道雄壮的背影 却深深地刻印在了圣美的内心之中 他外表猙獰 平时沉默寡言 但是圣美回想起来 每一次在自己无助 或为难的时刻 他都没有落井下石 而是会站在自己的身前 到此为止 大红太子的一生狂吼 打断了圣美的思绪 此时 大红太子劈头散发 面色猙獰 原本以为 对付一个林明 用尽全力是对他的侮辱 而现在 一而再 再而三地受挫之后 他只想以压倒性的优势 将林明毫不留情击杀 吼吼吼 二十万天魔奇出 一时间阴风怒豪 天昏地暗 在无穷的恶魔之中 大红太子一刀向林明斩来 这一刀 凝聚呈现 力量高度压缩 强大冲击力 引得这片秘境之中 那些守护岩壁的古老振幅 都剧烈地震战起来 而这时候 林明的修罗转轮刚刚被击碎 再度凝聚起来 还需要时间 他全身灌注九星之力 暗龙枪直砸而下 通龙 可怕的能量气爆肆意喷勃 黑色风暴吞没了整片秘境 暗龙枪的枪盲直接被冲散了 林明目光一凝 身体暴退的同时 全身能量爆发 他的力量似乎无穷无尽 一枪又一枪 林明一瞬间攻击了不知多少次 成百上千道枪盲汇聚到一起 重重地撞击在大红太子的天魔阵图之上 然而这天魔阵图实在太强大了 全力以赴的大红太子 对比没有用出修罗法则的林明 实力差距极为明显 弄插 枪盲撕裂 虽然勉强震散了大红太子的刀光 但是依旧有诸多天魔铺天盖地的袭杀而来 林明喷出一口鲜血 身体倒飞而出 重重地撞击在悬崖的岩壁之上 他全身的骨甲鳞片 在刹那间碎裂不知多少 两臂手肘处的骨刺 也直接碎裂开来 林明的力量 在减弱 不是一点点的 而是一下子减弱了一大截 圣美心中一景 而大红太子却凝笑连连 这一集 才是他想要的效果 结束了 大红太子的脸上 在那一刻爬满了魔纹 这是魔道密纹 某些特殊深渊恶魔族脉 拥有这等密纹 是一种种族秘术 动用魔纹之力后 大红太子的力量再度攀升 他全身能量剧烈的鼓荡 竟是形成了山崩海啸之声 呼啸乾坤 嗡嗡嗡 二十万天魔 像是狂化了一般 越来越疯狂 大红太子目鲁杀鸡 又是一刀向灵明斩来 这一刀斩出 如同黑色的海啸爆发 狂浪滔滔 铺天盖地 眼看着灵明就要被刀光撕裂 而这时候 灵明突然一抹虚弥界 右臂一甩 一道古铜色的流光闪烁出来 越来越大 那是一口青铜大钟 大钟之上 闻刻着花鸟虫鱼 还有古老的恶魔图纹 看到这口青铜大钟 大红太子的速度明显缓了一缓 这是阴阳双鬼的阴阳沉默中 以杀了阴阳双鬼 大红太子心中惊恶 阴阳双鬼是鸿蒙旗下 魔道会的长老 他们本是亲兄弟 信念相通 向来形影不离 而且精通合集之术 阴阳双鬼单个实力不强 但是组合起来 战力却非常恐怖 大红太子也不知道 阴阳双鬼陨落了 现在眼看他们的本命 法宝阴阳沉默中 在灵明手上 恐怕阴阳双鬼 已经遭到了毒手 阴阳沉默中 是注重防御的真神灵宝 而且品级极高 厚重的终身 让他很难被摧毁 可是光凭这阴阳沉默中 还是阻挡不了 大红太子这等程度的攻击 而且毕竟是别人的法宝 灵明拿到手里才计练了不久 能发挥出的力量当然有限 哼 就凭这个也想阻挡我 天真 大红太子不管不顾的一刀斩下 光 一声俱响 大红太子这一刀 节节时时地批斩在阴阳沉默中之上 大中发出不堪重负的轰响 迎着大红太子刀光的中面上 竟是被生生地砍出一道不浅的刀痕 大中被大红太子这一刀轰飞 他只是稍稍阻碍了大红太子不到半个眨眼的时间 而后 大红太子去世不解 依旧向灵明斩杀而来 二十万天魔呼啸 形成天魔大阵 锁定必杀之局 大红太子